现在台湾新动力支部 我们举办了非常多的座谈会 包括了房屋税跟地价税 还有税制改革 健全投资环境 另外像是青年创业困境跟解邦 还有公司转型关键 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 致力解决台湾投资跟创业环境 我们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平台 让产观学舍四届都可以了解 大家对彼此的想法 那么在社会企业的这一块领域 其实我们要提供大家一个很有趣的数据 这是汤森路透经济会的调查 在2016年 全世界最适合发展社会企业的 十大国家里面 前三名包括了美国 加拿大还有英国 那么在前十大国家里面 亚洲的部分我们听到了 有包括新加坡 包括南韩 包括香港 还有马来西亚 也许大家会问 台湾在哪里 台湾的位置在哪里 台湾未来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才能够挤进这个排行榜里面 所以呢今天其实大家真的还蛮有福气的 因为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这方面的专家 请他们来谈谈他们专业的观点 见解还有观察 希望透过他们的角度能够带领大家 带领台湾走向更好的未来 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要邀请到 来一场的与谈的四位贵宾 首先呢邀请到的是我们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唐共唐委员 欢迎唐委员 另外呢则是左脑行销的创办人兼执行长 陈施力 陈执行长 欢迎你 这位是车点机安侯永迅发展顾问公司的总经理 黄震忠 黄总经理 欢迎黄总 另外就是原被农坊的创办人 许佑仁 许创办人 许佑仁 许创办人 今天呢各位专家就要带来他们的见解跟观察 那么包括了台湾 包括了中国 目前社会企业发展的现况 台湾社会企业又会引到什么样的困难跟贫禽 未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突破 那么今天呢所有的专家们都会跟大家呢 进行一场深入的交谈 那么今天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满载而归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到台湾新动力智库的这个董事长 陈盛宏 陈董事长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 欢迎陈董事长 新动力智库 今天很荣幸的我们邀请到我们黄总经理创办人 还有创办人以及那个我们唐正伟 那么唐正伟他在这方面的演讲说实在很简单 他也很容易让你听得懂 有一支唐正伟在民进党中常会演讲的时候 他讲了大家的听得懂 当时的主席就是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他说他所听的演讲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容易听得懂的演讲 一听一看就知道 他蔡总统还拜托我们唐正伟 他说唐正伟你这种演讲的方式 可以不可以到其他部会去教他们一下 以后让我们行政院各部会的演讲能够像你一样 一讲大家都听得懂 一讲大家都了解 所以今天我们在座各位真的你们有福气 能够听到我们唐正伟在这边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我想他的报告以后 你们一定很清楚 考解 很拓重的了解他在讲什么 所以像这种的报告 这种演讲 真的 我也第一次听到 因为在我们台湾很多演讲 有一些很出名的专家学者 他讲了很久 但是到底他讲是什么 你还是一知半解 你必须回去以后好好在参考他的资料 才知道他讲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时代在变 年轻人真的改变了我们台湾的社会 像唐正伟这样 要带动我们台湾未来在演讲方式的一个新的改变 也是一个新的动力 我们新动力已经体办了几次的座谈会 我们新动力最主要在追动的是社会问题 企业问题 经济问题 我们不讲正宗 因为经济才是我们台湾的运卖 经济才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大家关心同意 所以我们身在台湾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所以这个社会企业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因为几次社会必须要几次社会 让大家能够共同感觉到我们台湾社会的温暖 共同感觉到台湾社会是有生气的 是有动力的 所以我们新动力最主要要把我们台湾的经济 能够引起大家的共识 带动一个新的动力给台湾的社会再向前一步 刚才主持人也讲台湾在社会企业里面 地方在哪里 地位在哪里 什么地方我们有看到台湾的社会企业 所以未来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在家努力 在家大家来共同的付出 给我们台湾带来的另一方面 对整个社会让世界能够知道台湾也有社会企业 让世界能够知道台湾是一个很重视社会企业的一个国家 所以非常感谢 那么我也感谢各位的丽玲 也更感谢我们今天有两位学者专家在场 一个是我们的季老师 郑大的季老师 一个是也是郑大的林老师 他们也拨控要来听我们唐政委的演讲 所以各位真的很福气到来 新年真的带来给你们福气 我们台湾带来今天讲完以后 一定给大家一个新的感觉 给新的一年 给你们一个新的希望 新的好意 我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内 能够健康快乐 世事平安 谢谢各位 谢谢陈董事长 刚刚陈董事长已经提到 我们新的一支库其实是提供一个 畅通无足的狗狗品牌 所以有产观学设计 那刚刚又有特别介绍到 我们郑大的老师 一位是这个国贸系的林博生 林老师 大家请掌声 欢迎林老师 欢迎老师 这一位也是郑大的老师 但他有另外一个title 是中华民国资讯应用发展集会的 季延平 李治长 李治长 您好 欢迎你 今天来 欢迎你 我们今天很荣幸 邀请到台北国际青年商会的会长 游宏达 游会长 欢迎游会长 其实这个局界的专家 我们今天林老师就是一位了 因为他在政大的厌爹 教授的旧式社会企业 那我们也邀请林老师上台 跟我们大家讲几句话 欢迎林老师 陈总 是的 各位贵宾 还有各位民众大家好 那很荣幸啊 有这个机会 参加这个座谈 那我自己本身啊 因为过去几年在EMBA 教授企业社会责任 那企业社会责任啊 跟社会企业 还是有一个不一样 在我的认知里面 因为这个定义啊 现在很多还在打比仗 但是在我的认知 我自己在教授的时候 认知的时候 我们来本课啊 就是有两个老师在担任 那一个是战判 一个是防盾 然后透过我们两个老师的认知啊 来带动先生对这个议题的讨论 因为各位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台湾的企业啊 假如你的资本 资本就是100亿以上 现在每年你都要被规定要出一个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啊 那可是各位假如 现在目前做的最好是台积电的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啊 可是你假如去看 这些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啊 你会发觉啊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里面 他们在做什么东西 那比如说 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乎也蛮广的 但是也比如说有一项是大家认为最难的 就是说你这企业啊 到底每年排放了多少污染 比如说你用的东西啊 做的东西啊 可能都排污染 但是你怎么去知道你公司 用的排多少污染 这是非常难的 那这个都是要专家来负责 所以我们 他的一开始啊 他是从关怀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目前啊 因为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污染的问题啊 贫穷的问题啊 然后这些很多的问题会造成啊 其实在这里面 隐藏背后是 还有守得分配付金的问题 那在这里面啊 这企业假如他找到一个点 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说 吃品不安全 这吃品不安全 他假如从吃品安全的角度来出发 希望让大家吃到 都是健康的食品 不会有这种有害的颜料在里面的话 那就过去20年啊 在美国 你假如到美国啊 很多的地方 又去小乡镇 他们都会再卖一种 他们自己认为 他们自己吃 从这个 弄出最健康的食品 没有违害身体健康的东西 扫手然后叫你 请你买它 那你看到他的介绍的话 你就会自然而然说 这个东西比较 你会放心的吃 所以你会去买它 那这个 这从一开始啊 就从这个角度出啊 我们叫社会企业 台湾的古人大前过去几十年 过去十几年啊 都一直在从事这个研究 那大部分的企业叫大部分 叫企业社会 就是现存 现有的这些企业 它怎么做去做企业社会责任 这些企业社会责任 比如说我们最重要 你可以看到 现在台湾很多的 就是说去光返古文言 或者是 或者是 去那个 给 办赛跑 赛跑希望带动大家身体健康 这些企业社会责任 对很多人来讲啊 可能不知道这是企业社会责任 这一开始啊 在我们经济学里面 被认为说 呃 一个企业啊 他想要从事企业社会责任 也就是要花钱 因为你就是要去建筑企业 还是去从事这种赛跑 都是要花钱的 对古龙来讲 我把钱给这公司的经营 经理人 那经理人好像在帮我花钱 所以 最有名的拿到洛贝尔长 可以怎么认为说 那企业社会不应该是一个 企业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 这几年来 慢慢的 不管是经济学家 还是 从气管 他们从气管的角度来看 那企业社会的 短期里面会增加成本 但是你的这个成本 会使大家 因为你的 这些企业社会办得好 所以认同你 像很多的股票 还有外国的股票里面 还有企业社会责任股 这个 这个 假如 你标示出来 你是在里面的排名的话 很多都愿意买一本股价 那也就是说 因为他们认为说 你做这个东西 你有一个好的 民生说你的这个企业 是好的 你的产品 生产出来的产品 应该是也很好 所以大家愿意 用比较高的价钱 或者是用 一样的价钱 去买你 所以你的销量 就会变多 那 企业社会责任 变成是一种企业的策略 企业社会责任 那这两个东西啊 在过去几年 也 让我们在生活中 变化了很多 比如说 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 履历 什么东西都要履历 这个履历 其实也是从这里面 因为从这个企业 社会责任 不管是哪一个 这两个都是 从企业社会责任里面 发展出来的 一种 一种 创新的行销手法 行销手法 那 我们 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现在 还在 我觉得还在起步当中 这起步当中的时候 可能 都有待我们 大家 花威 其实也变得 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们大众也可以 透过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来监督这个企业 是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企业 那 因为它不好 我们就比较 就像 过去这个位以前 他只要做不好 他这个企业 就会慢慢退出我们台湾 那 所以 以前的是 我们 早期的企业都是 我只要有生产出来的东西 生产是大家需要的话 我们就可以主宰这个市场 慢慢现在 我觉得是在变化之中 所以 这个 企业社会责任 跟大众的 结醒 对大家 大众的认知 这两个 才会促进我们社会的更往 更进一步 更大家 更 我觉得生活的品质 会更提高 然后 让这个社会 通往比较活乐的信价 都不会有任何的 在这里面 发生很多的状况 那 我不再多说 我只是 讲一下我这个 一点感想 那今天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来参加这个 这个 动台 那 可以有幸 能够坐在下面提到的讲 等一下 想要 有一点时间 我再 可以的话 我也可以再提供我一点的想法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因为时间的关系老冠 其实老师有很多 很多 宝贵的经验 要跟我们来分享 那么接下来呢 也邀请到的是 我们政大的老师 季岩平 季老师 他同时期中华林国 资讯利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请季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 谢谢 曾召集人 还有我们薛委员 还有我们唐僧伟 还有林老师 和预言 还有刘会长 然后还有我们王总经理 还有两位创办人 还有这位今天来的贵宾 大家好 首先我想 要感谢的是 台湾新动力 和智库 他们一直不断地在办 对台湾社会最重要 最有影响力的一些公益的小作 他们都是希望 在21世纪到底我们企业发生了什么问题 整个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他都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议题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议题 也是在21世纪之后 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企业 因为在21世纪 因为在21世纪我们晓得 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什么 行动 网际网络的一个社会 每一个人拿了你的这个手机 全世界社会到处发生的问题 马上就在你的手机就出现了 所以一些小小的社会问题 其实它就会很快的 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那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了 有了这个社会企业 越来越受到重视 那以前社会企业 可能都是默默无闻的 可是现在的社会企业 它会有一种新的这个形态 那我们看看今天 我们邀请了几位这个专家 我们看到他们这里面 第一位就是代表我们政府 政府的政务委员 这个代表政府开始重视了 那更重要的 我们晓得这个唐委员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我们台湾的这个 这个资讯管理 资讯化方面的第一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然后我们和议员呢 它也是这个资讯管理国字 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社会企业 现在第一个很重视 就是怎么样透过这个资讯化 在二十一世纪 来帮助这个社会企业 这个来发展 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就是行销 什么东西最重要的 现在也是行销 这种什么社会广路行销 各方面的行销 然后第三个我们看到的 这个顾问界的最高级的 这个高手中的高手 黄总定理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创办人 许创办人算是一种社会企业的一种代表人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就是 现在在重视的是什么 是一种生态环境 怎么样去建立社会企业的生态环境 它不是这个生态环境里 它不是只有这个社会企业 还有什么供应账 什么顾客 它是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 这里面怎么样有政府的参与 有我们这个各个行销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 还有我们的各种的这个资讯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 都要参与进去 然后来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双边市场的这个平台 因为在21世纪开始整个的环境就往这里走 所以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听我们四位专家来跟我们讲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企业它要怎么样去发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 对社会企业的一些看法 我大部分的演讲其实都是没有讲到的 也没有讲到 那我的内容其实是靠大家来决定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手机或者是其他可以上网的装置的话 请连到这个网站 SLIDL.COM SLIDL.COM 连上这个网站之后呢 它会问你一个就是数字 那这个数字就是今天的预期 IDL.COM 你说这个数字之后 按绿色的那个Join键 就会进入一个匿名的聊天室 那在这个匿名的聊天室里面呢 你可以想到任何问题想要问我的 或者是任何想法都可以在这边提出来 那当然你也可以聚名嘛 但是通常我们如果是聚名的的话 就会比较是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 那在匿名的情况下 孙政有挑战性的问题呢 才比较会出现 那又或者是说 你想到想问的 但是别人提问了 你就在他旁边按赞就可以了 那赞的数量越高的问题 就会浮到越上面 那浮到越上面的问题呢 我就会越先回答 那这样子一直到45分钟结束为止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网路应该铁脸的下 那 动一下 就是最好的事情 就需要把任务关掉 那 这边有没有无线网路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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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已经有连上的话 可以打个招呼啊 或者是之类的 好 那所以总是就是slido.com 然后出入210 然后就可以问我 然后问你 那在大家还在想 要问什么的时候 我就先 诶 好 有人打招呼了 所以 那通常我出现的方式 就是说 肯定比较高的问题 我会这样子 把它highlight起来 那highlight起来之后呢 我就会跟大家打个招呼 然后呢 就会把它这样子处理完 好 那所以 大家都在打招呼 所以我就 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对这个企业的一些 基本的想法 在我们做公共政策的时候 确实像刚才两位老师 都有提到的 就是一边的可能是社会的公益 然后另外一边可能是企业的获利 我们做很多公共政策的时候 感觉像这两个 可能就是左开右开 好像是不断的在拔河 那政府呢 常常就像是中间的那边绳子 那边绳子呢 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说呢 它要吸收压力 不然的话 你就咬起来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不能断掉 因为如果断掉的话 两边就没有联系 所以说常常我们就是在 公共政策的讨论里面 一直在这两个力量中间 去做一些取舍 那但是呢 这个世纪以来 社会企业的这个概念 提供了我们一个创新的想法 在以前呢 这个企业的力量呢 它可能是大到一个程度 像刚刚讲的 到了一定的资本额之后 社会会自然会要求它说 你要对环境 对社会 还是要做一些贡献 但是呢 社会企业呢 是从一开始 它就是有个明确的社会使命 然后呢 它是透过一个商业模式 来解决社会问题 所以不是赚到很多钱之后 再来做好事 也不是说 做了很多好事之后 再来想我们要怎么永续经营 而是从一开始 就是透过一个商业模式 然后来解决社会问题 并且发生社会使命 台湾在过去二十年以来 其实已经有相当多 相当有名的社会企业 我还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 当时我母亲雅琴 当时跟一些朋友们 一起做了一个 逐步联盟的 环境保护的一个基金会 那当时主要就是在环境上面 提供一些教育等等 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说 这个办活动啊 讲座啊 到一个程度呢 你就可以集结这些人 变成一个合作社 所以当时他们所选的是 消费合作社 大家一起去买这种 有机的 或者是友善的一些食物 一栏菜啊 等等的方式 不但能够凝聚起社区 中间的这个力量 而且呢 也可以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 我们的这些工作者 那当然 不是只有合作社的形态 才是社会企业 像结婚儿社会福利基金会 就是用NPO的形态 来做社会企业 那大家也知道说 这些汉儿 他不但是 可以做 不管是面包啊 饼干啊 甚至现在 还可以做一些画作啊 我们再会看到 一些他们的画作 那除了合作社跟NPO之外 在最近 比较开始流行的 运行社会企业的方式 就是公司的组织形态 那在这边 旅人其实也已经 在这上面 努力了20年了 所以其实在台湾 我们是有一个很好的 社会企业的基础 只是说 它的各种组织形态 它并没有一定要 哪种组织形态 而是要一个最合适的 那刚才跟大家说 会给大家看一些 邪汉儿画的画 这边就是邪汉儿画的画 这边就是邪汉儿画的画 那就是犀牛队长 他们在 有一家叫做点点善的 社会企业 就是试着去找出 这些试汉儿 不是平常是当作弱势 可是其实他们在 例如像艺术方面的天分 它是可以一直是有一个 好有一个童真的行 然后呢 做出一些大家一看 就会一眼睛一亮的 这些绘画 那所以说 这个在施大云 或者在其他的 各种设计相片上面 都有曾经这样子 避用过 就是这样子的一些创作 那所以点点善做一做 这一方面的工作之后呢 他们就把他们的处子 延伸到了各种各样别的弱势者 在台湾现在有一整群 各种不同的社会企业 就是让大家把 本来我们以为是弱势者的朋友们 去强调他们的优势的部分 举例来讲 有个社会企业叫做黑暗对话 黑暗对话就是让大家呢 平常办一个公事营 或者办一个 就是大家互相团聚的 这样一种活动 但是呢 是在完全黑暗的地方办 就好不像我们现在 在这个里面把朋友全部都关掉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自然就会觉得说 就是不是非常舒服 就是觉得说 好像不知无所事从 那这个时候呢 专业的主持人 专业的领导员就会出现 然后带着大家去 完成一些活动 然后呢去联络彼此的感情 那这些专业主持人 其实非常有自信的主持人 就都是盲人 也就是说 我们在平常 明眼人觉得是优势的地方 是有一些 但是呢 我们在这种完全没有光亮的地方 反而我们就会体验到说 盲人他的这个优势 那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很多 到底想说 做轮椅的朋友们 有一些社会企业士 给他们一个iPad 然后让他们 变成空间的规划的设计师 去做通用设计等等 那远远山的最近 有一个群众物资的计划 叫做天赌城市 那他们现在 选中的这些弱势的朋友 就是接卖者 接卖者 各位可能都有遇过 就是可能做这个轮椅 他可能就是 缴一些不方便 然后可能会卖一些卫生池 或者一些可乡堂 那在尝试的各个周遇到 大家可能都有余过 那但是呢 接卖者呢 长期以来感觉上 是好像手心向上 就是希望 大家给他一些辅助吧 那但是呢 远远山的目标 就是把这些变成手心向下 也就是说 提供整个城市 一些大家用得到的一些服务 那在这边呢 他们用服务设计的方法 实际去经过访谈 去看到说 目前接卖者 有三个主要的痛点 就是三个主要的困难 其中一个是 资讯不平等 就是说大家 看到接卖者的时候 往往很难进一步的了解 他的生活是怎样 他的营育模式是怎样 或甚至他有什么样的社会使命 事实上大家脑里 往往有一些疑虑 那第二个是 形象并不是很轻盈 因为只是说 先不小姐行星号 你第一次 也许就真的行星号 第三次 第四次第五次 确实也没有办法 更进一步的 跟他有更多的了解或互动 那第三个就是说 同样的卫生室 或者口香糖 在隔壁的便利商店里面 其实更便宜 所以其实没有任何道理 去这样子 所以这个商品本身呢 也比较没有differentiation 只是比较没有突出的地方 那所以呢 好在台湾有相当多的社会企业 每一个都可以来解决 这样一个痛点 而这些社会企业 可以组织起来 成为一个社会企业的 一个生态性 好比像说 有一些社会企业 就是专门在做生活照顾 跟职能训练 让他们能够就是 穿得漂亮亮的 然后有更进一步的 好比像说 你在推工给贸易 或者是在这个城市 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时候 能够单人解说 导览等等的角色 那也有很多座辅具的社会企业 就是把看起来 比较不起眼的这个文艺 变成很符合人体工学的 一辆电动车 那既然它是这个电动车 上面就可以挂一个LTE的荧幕 那上面可以放一些工艺的广告 下一个的荧幕还可以折起来 变成囊域的治愈棚 然后呢 这整个车 因为它是电动的 那所以就比起 好比像我一看 在那一只举的牌子 感觉上是比较亲切 也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应用 那当然更重要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城市 现在要推工给贸易 那这上面的产品 就可以是工业贸易的产品 当然到底 如果是要做农舍器 如果是要做地方创生 如果是要做元素民族 等等的这些特色商品 都可以在这上面来提供 那台湾有个特色 就是说 当大家想到这样子 一种社会公益的目的 然后呢 要群众募资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慷慨解嘛 他们本来是要护80万 那但是短短的好像几个礼拜吧 就募到了一百万以上的这个钱 来投资他们的这样子一个工作 而且群众募资的重点 其实并不只是投钱而已 就像未有损钱 那但是我捐了这个钱之后呢 我就会觉得说 我分析一个project 跟这个计划有个认同感 所以大家就会分析一个群众募资的留言区 不断地提各种的创造力的主因 好比像说 这个地方刚好没有网络热点 没有爱的台湾 那这样子一个电动池 也变成热点的分享器 好比像说你的手机刚好没电了 那它是电动池 它就可以帮你充电 然后你在等充电的时候呢 你就坐下来 喝一杯公平毛衣的咖啡 跟它聊聊天等等 那或者是一种突然下雨了 那它也可以突然拿出 一把爱心日3.0 那在这样子的各种集思广益之下 这个地方就是从本来的 这样子一个比较小的范围 慢慢地融合的 那想法 变成大家群策群力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社会企业的 这种自行组织的一个活力 那当然在台湾 现在对聚联合报院景工程 跟新展银行的一个去年的调查 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人 然后问说 你请问一下 你觉得有明确的社会使命 透过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的理事 是不是一样好事 五个人里面大概有四个人都会说 你只是一样好事 大家愿意套更多钱 甚至愿意投资等等 但是如果说你讲不讲得出一家社会企业 想不讲得出他的商业模式 跟他想要解决什么 社会问题 五个人里面只有四个人讲不出来 意思就是说 现在是台湾的社会对于社会企业 是在一个不明觉地的情况 就是说 虽然不是很明白它是什么 但是觉得很厉害 觉得这个我们要支持 所以我们现在的政府这一段 我们最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提升这个认知度 让大家这个19%能够赶上 大家能够认懂的这个接近80%的数字 也就是说 让大家更清楚知道说 特定的社会企业 他能够勾起大家出钱出力等等的 这样子一些行动 到底有哪些行动 好 那所以以上是 目前社会企业的一个概况 那我们在台北这边空总的 就是在经过化石折壁 现在有台一个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就是好像一个直营店一样 那我每个礼拜三 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都在Social innovation lab 那样的人对社会企业有任何想法 都很欢迎 跟我在就是逐资公开的网络上的先提下 在这边进行一些讨论 好 那以上是开场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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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好 问说 民间的公司法修法团队 正在努力在公司法中施力公益公司专交 如果选择立法成功 我们将成为亚洲第一点赛 请要证明我们 有无机会在这次公司法修法成功 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 这个是相当超前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只好把简报 捡到后面去了 OK 本来是要后面再讲的 但是既然有人问了 我们就讲一下 刚才讲到说 最早期在台湾社会企业往往是用合作社或者是NPO的行使 那这个是有一个历史的原因 因为台湾的公司法也是亚洲第一的 在公司法第一条有一个叫做公司以盈利为目的 也就是说公司就是拿来赚钱的 这个是蛮更生底部的一个 在公司法第一条就写的一句话 那所以大家听到公司想到就是 这个就是要赚钱 那这个其实在很多别的国家并不是这样子 公司就是 在他们来讲就是一群人组织起来的一个方法而已 要赚钱不要赚钱要怎么赚钱 是这些人自己决定的 那但是呢在台湾的这边 大家透过公司形态来做社会企业的时候 就会碰到两个主要的困难 一个困难是说大家看到一家公司 但是一家公司说 我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社会问题 赚钱只是我的手段 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有一个疑虑说 那这样子它合乎公司法第一条的规范吗 那这是因为 为什么我们现在从行政院送到立法人的公司法 修法草案里面特别把第一条改了 除了以盈利为目的之外 我们也说经营业务的时候 应该遵守华林的乐利规范 然后呢得 得就是它也可以 它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自愿的采行增进公共利益的行为 善尽它的社会责任 也就是说如果一家公司要在章程里面说 解决社会问题 达成社会使命 提出一些公益报告等等 就像NPO这样子的一种营运的方法 则性的方法 就是我这家公司的DNA 那它在章程里面把它写清楚的时候 它并不违反公司法的精神 我们在提出这个做法草案的同时 我们也请经济部 萧业司发了一个函 去说现行的公司法 应该要用未来的 就是罗根司法的精神去解释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就比较没有疑虑 那另外呢 刚刚讲到公司的DNA 也就是公司的章程 在之前的公司法里面 公司的章程 只有公司的相关人 可以去经济部调这个资料 它是没有公开在网路上的 那但是呢 我们要做社会企业 到底是贯羊铜卖狗肉 还是贯羊铜卖羊肉 还是化果铜卖狗肉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不能些自己的网站上面说 天花乱坠什么什么 但它的章程里面 完全是另外一套 但是在以前 并没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让第三方的投资者 希望投资的投资者 或者是我们政府 或者是学界 去进行判断 比对分析 所以说我们现在 特别在公司法的 秀化草案里面 加上了第393条 也就是第393条一款 说公司章程 只要公司自己同意 那么它只要打得勾 经济部的网站上面 就会用开放资料的方式 把章程分享给各界 让大家都可以 达到责性的这个目标 所以如果公司章程里面说 我现在就是要 每年提两次的公益报告书 又或者说 它说我盈利的百分之几 要去做什么用途 又或者说 这个我公司的 董事的席位 完全是用某个NPO 等等 反正各家公司的章程里面 写的哪些 跟公务力有关的部分 这个章程接下来 就可以公布出来 那目前呢 我们也不等 这个公司法秀化完成 我们现在就在 经济部的网站上面 se.pdx.tw 就已经可以看到 预先愿意自己揭露 自己的相关这些资料 社会创新企业的 一些登记的一个资料库 所以在这边 我们目前是采取 就是愿者上 大家想到了 就自己上来点一点吧 的状况 但是未来的新公司法 通过之后呢 我们会希望说 有社会公益目的的企业 尽可能就把它们的 章程公开 那诱人这边问的问题是说 之前我们有在讨论说 我们要不要放一个专章 在公司法里面 专门说 用这种方式 把自己的章程公开 并且这个章程里面有讲 好比像说 一些应用提播 公益责任报告 等等的这些部分的公司 我们就特别打一个mark 就是国家政府 就承认它是 就是公益公司 那这个mark的意思就是说 它不但像刚刚讲的公开了 做了一些这个 就是对社会公益有帮助的事情 而且呢 它有一个固定的结构 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那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反复的讨论之后 我们也跟国际上面 是一种公益公司运动 的一些学者讨论之后 他们目前都觉得说 我们刚刚这样子的旧法策略 就是改第一条跟393条 它其实就是已经 最小程度的满足了 公益公司需要的东西 但是呢 要不要这么快 就在我们这边去说 你要到百分之几 或者一年这个 提交几次公益公告书 或者做哪些事情 才撑得上公益公司 而且它还撑不上公益公司 这个部分呢 我们之前 征询大家的意见 是觉得说 也许再过几年 我们再看这样子的就是 大家自愿揭露 章程等等之后 我们慢慢凝聚出一个 怎么样算公益公司 怎么样不算 这样子的共识 也许是一个比较prudent 就是比较有耐心的 这样一个处理方法 但是如果 就像我们送到立法院之后 如果立法委员都觉得说 没有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又或者说公司 打在立法院躺了太久了 这个时间就已经到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立法委员自己想要 把公益公司的部分 加上去的话 我也是乐观其成 那我想就是说 不管到最后 是有公益公司 这四个字 或者没有 我们都希望社会企业 如果采用公司形态的话 能够尽可能的把自己的章程公布 而且尽可能把自己的公益使命 跟所有各界讲清楚 有些朋友问了一些 跟社会公益不一定有什么关系的问题 但是 没有关系 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我也都会回答 这个事实上是 我们在网络上面 任何人都可以问我问题的 问他去哪个常见问题 那所以我有一个标准答案 如果你去Google 你可以找得到 所以我最喜欢吃的就是 碳水化合物 然后跟脂脂 跟蛋白脂 就是我最喜欢吃的 各样东西 每天都吃了 那 有一位台北京城武询问说 社会企业追求高额利润 是不是不可能的任务 当然不是 我自己 其实最熟的一家社会企业 是一家外国公司 它叫做 Mozilla 那这家公司 它主要的产品 叫做Firefox Firefox 中文叫做火壶 火壶就是有一个地球 然后就是狐狸 它是一个浏览器 那这个浏览器 在以前 微软所出的IE 这个浏览器 还是垄断这个市场的时候 当时火壶是唯一打破 这个垄断的浏览器 那它的生产方式 就是大家看这个浏览器 哪些功能不顺眼 自己就写一个延伸套件 去把它的功能 改得更好一点 那等大家都用了 这个延伸套件之后 因为它的著作猜想 全都是共享的 所以说这个浏览器 就会把大家的 这个好的想法 集思广益的 变成越来越强 像一个浏览器 有好几个夜间 可以开啊等等的 这些功能 都是在Firefox 里面首先实作的 所以有一阵子 在Chrome出现以前 它是大家世界上 最爱用的浏览器 目前当然是Chrome 但是呢 Firefox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开发Firefox的这家公司 它是一家公司 而且呢 它每年的 就是赚的钱 净利吧 应该是超过百亿 新百币 它是很大的一家公司 那但是呢 这家公司的控制权 完全是在一个 非盈利的基金会 Mozila基金会的手上 它赚的每一毛钱 都会再一次投入 这个我们做自由软体 我们做开放圆码 做网细网路上面的 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结社自由 等等的这些 附近这些人权的基金会里面 也就是说它完全是为了这个社会使命而存在 它的开发方法也是 要透过社会的力量 但是它非常非常赚钱 所以我自己比较习惯的就是这种社会企业 就是说它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重新再投回来去做社会使命 那但是当然每一个社会企业 它的比例是不一定一样的 它的社会使命也不一定那么快的 就能够跟它的生产方式去整合 那这个都没有关系 因为社会企业是非常非常多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以我的理解就是最大的或者是最好的 这些跨国的社会企业 通常它都是有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 然后同时也都非常赚钱 有一位朋友问说 这个 各位您好 我是一个有社会企业idea的年轻人 有想法 有计划 但是没有资金 行为有什么管道 可以提问有想法的人 一个执行的管道 以及帮助 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网站 就是信创元末网 se.pdcn tw这个地方 在社会创新这里 就有所有你可以用的资源 那我们在 既然有人问到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是非常多的 我们现在这个处理的方法 是说我们把每一个可能的 不同的社会使命 去找到它的主管机关 那社会使命呢 在联合国有一个分类的方法 叫做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人类在2030年的时候 要解决哪些社会问题 但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同时 它不能够牺牲其他的社会的成分 所以不管是社会的进步 环境的保护 又或者是经济的成长 这些三个是必须要兼顾的 它是不可以顾此使逼的 那社会企业它的存在 就是达成SEG时期 就是促进目标实现的活泛关系 它结合社会的力量 结合企业的力量一起去完成SEG 那所以社会企业的这个形态 目前在联合国是大家大力的 拥护的这样一种形态 因为这种形态它不会造成对立 反而可以把这些本来对立的 这些能力把它综合在一起 那因为联合国永续它的目标 也是会变成就是国内化 变成各个部会的施政目标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对应的过程里面 每个部会对于大家想要解决不同问题 比方说这是农村的这个社会企业的 经营的辅导 农村产业辅导 又或者你的想法是青年要回留农村 那农委会就有非常多的资源 又或者是说你是对公司型的设计 就是好像说要接受投资啊等等 这些部分有一个想法 又或者说你对促进落实就业 再度就业有一些想法 又或者是说这个 你对卫生福利部的成照有想法 又或者是说你对这个大学生的 所谓学用落差的弥评有想法 又或者说你对部落的这个文化创生有想法 等等的这些部分 那都有非常多的这个经费可以使用 那在这边我们就是透过各部会的盘点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找资金的这样一个连结 你如果按找资金的连结 又按创业资金快速一来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一张非常漂亮的一张图 就是分成有戒有还的部分 跟戒前面有还的部分 那你需要一百万规模的部分 一千万规模的部分 三百万规模跟一亿规模的部分 这边都有非常详实的翻面 简单来讲就是说 每一个部会都有自己的实证方针 跟实证目标 如果你现在组成一个社会企业 要达成的跟这个部会要达成的实证目标是相同的 那么从部会的角度来看 它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用一块钱就做一块钱的事情 在它的KPI里 又或者是它可以给你钱 让你去把它放大成三倍成四倍 那从部会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可以不但是让那些人的钱有更好的利用 而且我们就可以推到第二线 去帮这些解决社会问题的人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这个情况下才可以达到比较好的 就是政府跟民建中间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的社会企业想要做的事情 跟部会想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话 目前资源是绝对不缺的 那这个就比较不会有我们一般 所谓什么独立厂商啊 或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你要做的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两个中间是对齐的 所以希望有回答到这位朋友的问题 邵大为这位朋友想要知道 社会企业和基金会有何性质的不同 基金会它是一种组织的方法 就是一群人然后有一笔固定的钱 然后这笔钱想要做某一个方面的最好的公益的利用 所以社会企业它可以是资金会的形态 像邪二基金会就是一个 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的社会企业 但是呢 为什么它我们是社会企业呢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商业模式 如果这个基金会唯一的商业模式去接受捐款 那大概不会有人认为它是社会企业 但是呢如果它是提供了产品 提供了服务 而这个产品或服务呢 在这个市场上面 不是只是因为你捐给它钱 它回馈给你一些产品或服务 而是它真的能够去提供大家需要的服务 或者提供大家想要的产品 在这个时候它就从一个基金会 变成一个有社会企业性质的基金会 那所以社会企业跟基金会中间是有交集的 那交集可能还很大 但是呢 也有一些基金会它们有商业模式 也有一些社会企业它用的是别的组织形态 有些朋友问一个个案问题 通常我是不会问个案问题 有人问说这个Big issue的杂志 为什么卖不好 要怎么改善 这个其实就像刚刚那个接耐者 点点善刚刚那个计划 他们其实做了非常多服务设计的分歧 那里面呢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就是说 重点是这个互动的方式的多元化 因为每一个人在经过接耐者的时候 他需要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地方能够提供越多的各种不同的服务和产品 他就越可能跟你建立长期的连结 如果他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是比较单一的话 那可能就只有一小撮 就是对这个东西有长期兴趣的人 才能够跟他建立联系 所以我想服务的多元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Big issue它当然是其中一种产品 然后它也可以带来其中一种延伸的服务 但是如何让同样的服务提供者 也能够去做这种各样不同的服务 我想这个是接下来增进的一个 比较具体的一个方向 有一位朋友说 韩国已经有社会企业法这个专法 你觉得在台湾推动社会企业 是不是需要先立一个专法 有没有执法比较好的问题 在韩国的这个社会企业法 用这种很大片的投影机去投什么呢 把这个画面投到台北的空总 那台北的空总 那边的会议室 就会有十几个不同的部会的朋友 也是二十几人 就在那一个会议室里面 也是透过投影机的方法 视讯看到华联 看到台中 看到各个不同的城市 这个情况之下呢 各个部会的朋友 就不用这个到处分拨 但是他们就会固定聚集在空总 然后呢去这种远端的背群 那远端背群的情况下 是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说 各地的朋友们提出来的具体问题 是不可能漏洁的 十二个部会的朋友都在 要漏洁呢 这就应该不是行政院的事情了 那第二个是说 当这个部会的朋友们 不回答 就是说我们就有一个虚拟的团队 开始主讲 在这个虚拟的团队里面 我们就会把每一个人 在每一场提出来的哪一个字 都公开上网 而且呢 他们的每个提问 我们在两周之内 都会具体的回应 在这个网站上 所以叫做暗自管稿 就是每个字都管稿 这个概念 那目前呢 因为这样子 我们把各个地方的视讯系统 都测试的差不多了 未来在各个不同的县市长 要参加行政院会议的时候 他也不一定要回来台北 他就是可以用视讯的方式 在行政院里面开会 这是我们今年行政院的一个 非常具体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说 我想任何的创新 他都会往现有的韩式 现有的撒毁命令 进行挑战 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尽可能的 让你提出挑战的时候 有一段测试的期间 在这段测试期间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说 你的这个挑战是一个好主意 那这个好主意 当整个社会都同意 都接受之后 那我们的撒毁命令 就可以因为你的关系 而有所松动 而有所调整 那这个过程 我们目前是把它叫做 创新法规沙盒 目前大家可能 最近有听到 金融的沙盒 已经三年通过了 马上就要开始上路 无人载具 就是无人车 无人船 无人飞机 以及落海同混合的 无人运聚的沙盒 也会在下一个会期 送到立法院 那在这两个沙盒 都过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会推一个 叫做一般性的沙盒 所以一般性的沙盒的意思 就是说 每一个部会会自己说 我有哪些法律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好比像说 法务部一定会说 洗钱方治法 或者是这个 资助恐怖分子 你不能说 我接下来十年六个月 我就是要洗钱 资助恐怖分子 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看这就是好主意 这绝对就是好主意 这想都不用想 那所以我们每一个部会 就会说 我有哪些法律 这些法律 是不可以捧的 那但是这些之外的任何东西 你就可以申请说 我接下来要违法 那我接下来的六个月 或者我接下来一年 我在这个地方 一百人 一千人 等等的这个规模里面 我就是要违反 目前的復规命令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它 阻碍了我的创新 那只要大家讨论过之后 觉得说 这有可能是好主意 那你就可以在 接下来的六个月 或一年里面 去进行这样子 一种伟大的实验 当然所有的 爬进这个地方的人 都知道说 这边正在实验开无人车 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过了半年一年之后 整个社会 就可以知道说 是这个新的创新 到底对社会 是不是这样好事 如果不是好事的话 那这件事情 就没有了 那就感谢你 帮大家付了学费 但是如果这真的是 一个好主意的话 那法规就可以 因为你而修改 那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又多了一种 新的产业状况 这大家就可以 与时俱进 而不是我们是靠 立法委员 或者行政院的 这个朋友们呢 去看外国的一些资料 来判断说这个创新 到底对社会 是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常常是会失准的 但是我们在小规模 在台湾这边 自己测试一段时间之后 就比较容易知道说 这到底是一件好事 还是不是一件好事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接下来这个可能要 比较快问快答 有个朋友问说 大学要如何参与社会企业 大学在设计目标当中 概念什么角色 目前其实有很多社会企业 就是得益于大学的 就是大学的育成中心 在之前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 USR计划 以及现在的高校深圳计划 里面都有很多大学 它就是提供 就是想要做社会责任的朋友们 不管是目前是学生 或者是附近的社区的朋友们 要运用大学的资源 来解决社会问题 教育部都会给予 相当充足的经费 让大学能够跟社区 去建立比较长期 粘密的关系 而且甚至未来 也变成终身教育的一部分 因为少子面化的关系 所以大学目前都相当的 愿意来参加这样子一种 能够让他们的来源 更多元的一些计划 那接下来呢 大学还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帮我们去发展理论 不管是社会企业 在台湾的 刚刚讲的一些调查 或者说未来一些法规制定的 探讨等等 我们都是得益于 相当多的专攻社会企业的 大学教授的朋友们的团队 帮我们去进行 就是理论上面的一些 引导的作用 那柳柳花生 你问了一个相当长的问题 其实随着社会企业的方面 像中央的工作 就是帮忙社会企业募资 请自带白头 只要明天资金成立的 社会福祉与社会企业 公益循环性部基金 到学生部资金成立 这种社会企业而言 是一件大的好消息 我总不明白的是 这个基金成立之后 在这些两年时间里面 是投资了两件小的社会企业 这个公益信托基金 似乎缺小的见度 与治理性 就是这件事情来说明来解释 我想目前这个公益信托基金 这边讲的应该是岁 或者是或是二 其实有不值一家 那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跟这些做 我们叫做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朋友们的讨论 其实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接受投资的话 其实大部分是需要一个公司形态 那如果你现在是NPO形态 其实是没有接受投资的这个地方 它是只有接受捐款的地方 在法规上就不行 那在刚刚有听到说 大公司有时候会成立一家NPO 来去做它的CFR 来去做它的社会企业社会责任 但是大的社团法人 大的NPO 能不能成立一家子公司来接受投资呢 这个在公司法上面是可以的 但是在主管机关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批准的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大家的印象都是说 公司就是拿来赚钱的 所以不会允许一个社团法人 或一个NPO 去控制一家子公司来接受投资 但是这件事情在国外 就像我刚刚讲Five Fox 火湖的那家基金会所控制的公司 这个就是司空见关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不解决的话 大的社团法人或大的NPO 它其实不太可能去跟投资的这一部分 取下来捡钱 所以说我们大概在上个月的时候 有一个事案的计划 那这有几个前提 简单来讲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社团法人 你设立一家我们叫必锁型公司 必锁型公司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家公司的股权 它不能自由转让 而且它的控制权 就会一直是在这个NPO的手上 接下来这个NPO 它是用劳务出资 它不是用大家捐的钱去出资 所以它也没有动用到大家捐献的钱 那再接下来 这个公司的公益报告 跟年度的这个报告 是跟这个社团法人同时公布的 它等于是这个社团法人的延伸 在满足这三个比较严苛的条件底下 我们就承认说 它可以试的去成立 这样子一个必锁型的公司 然后才真的能够跟 Social Interinvesting 就是影响力投资把它接上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月 才做的一件法制上的一个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你一开始就是公司心态 在之前其实并没有公司 它三九三条之中 把它章成这个锁定的工作 所以我如果是影响力投资人 我就会很怕 我就说我第一轮投资 让你达成你的社会使命 你第二轮募资募到一些 比较不在于你的社会使命的投资人 那它的缺业比我多 那我又没有那么多钱去卖第二轮 那这样的话 控制群就给别人拿走了 那别人拿走了之后 我本来是为了社会影响力 而投资的东西 就等于是在社会影响力方面 写本无悔 那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害怕的事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把使命的锁定 放在公司章程 然后再公开出来 这件事情 变成我们新的公司它修法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当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后 我们就预期说 接下来影响力投资 就会比较很多 对接到台湾的社会企业的生态性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参与 就是G8 跟联合国的一些架构 去让你在整个亚洲做社会 影响力投资 比较丰富的一些经验 能够进到台湾来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都在积极的讨论当中 有九位朋友想要知道 我是个对未来盲然的青年 觉得相较于过去 没有成功的机会 怎么样知道 当代的青年 给予见你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其实 每一个世代的青年 对未来都是盲然的 各位 这个如果是在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在青年的时候 应该也是觉得说 社会有无穷的可能性 然后 但是我只能选择其中 某一条路 就是说 我想大家在青年的时候 本来就是有各种 这样子的可能性 我觉得政府所需要做的 是让大家在 试新的事情的时候 和这个机会成本 尽可能的低 也就是说 你如果想要试一个新的东西 不应该是要 倾家当家的去试 而是说 政府能够支持你说去试了 即使是失败 你只要愿意公开出来 他也是让整个这个生态圈 有学到东西 有一个经验 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在鼓励大家 在做社会企业的时候 能够一开始 就把自己的社会使命 和安心使命讲清楚 就是因为 这个叫做三重底线 就是Triple Button Line 赚钱是一种 社会公益是一种 对环境 创造一个永续的环境 是一种 那当你的Button Line 越多 你创业就越难失败 就在这个商店模式 到最后没有赚到钱 你至少创造了正面的社会 跟环境的影响力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大家就不会有一种 你是失败者的感觉 而是觉得说 你是在社会创新的过程里面 试了一种模式 帮大家付了学费 而且中间还产生出 一些更好的结果 存着这样子的心 就比较不是 好像是比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而是你找到一个自己的 跑道 那就甩开所有人 你在这上面 永远都是第一名 那你不管跑到哪里 跑到多远 都跟其他人有一个 连带的关系 那我想这会是我的 一个主要的建议 好 最后三分钟 从理论到实作阶段 有哪些困难点 我想理论跟实作阶段 它拖得越久 就是如果你发展了十年的理论 然后再来开始实作 那你的理论就已经过期了 因为这个社会变得太快了 所以呢 我们觉得说 最好的这个实践者 就是你一面做 一面做理论 然后一面做理论 一面发表 一面发表 再从这个学术权里面 拿到你们下一步 要实作的这个想法 那像我们目前在行政院 我们用这种创新的方法 没有视讯用群众 这个就是群目 或者群立的这种方式 来做公共政策 我们不断地在发表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整个学术权 就可以用每个月每个月 都给我们一些指导 一些指教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是一个月为周期 甚至一个星期为周期 去做理论跟实作中间的前作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才比较能够去迷平 这两个中间的差异 任何困难点不看到 就可以用很快的速度 让整个国际的学术社群 来集思广益 然后来一起解决 B型企业它是一种认证的方法 是一个国际叫做B-Live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说它是 社会企业的一种评量方法 四种方法 但是呢 其实除此之外 还有非常非常多种 不同的自我评价的方法 好比像说 像尤鲁斯心态的社会企业 他们用的就是 比较不同的评价方法 但是呢 不管你是用哪一种方法 我现在就是觉得说 你只要把这个讲清楚 最好在章程里面写清楚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看到 你挂狗头就可以买狗肉了 挂狗头就可以卖羊肉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社会企业是一个很大的神态系 有任何一种自评的方法 或者是大家互相评量的方法 都是让大家对社会企业的想象 能够更扩充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贡献 这个千年如何提升自己 这个刚才有回答过了 社会企业在营运上 比较常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就要看你来的方向 因为社会企业最纯粹的在中间 是以前我们叫合作社运动 团结经济的这个部分 但是呢 如果你是能够转型到社会企业 那你需要可能是专业经理员 专业的市场预销等等这些人才 如果你是从企业的社会责任 慢慢一步一步跨到说 那我这个企业就是要做这个社会使命 那你需要的可能是 跟现有的这些社会运动 或者是这些社会组织中间的一些连结 那但是呢 如果你一创业就是要做社会企业 那就跟任何初创一样 你需要的是夜市 需要的是门口 需要的是生态系的这个结軌 所以说社会企业它是一把大伞 在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组织形态 各种不同的一开始这个 发想的这个动机 每一种它就会对应到 各种各样不同的挑战跟问题 S1跟CSR中间有没有交集处 CSR它就是企业做到一个程度 它觉得它要尽社会责任 当它见到说 这个企业存在 我不管这么赚钱 我就是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社会企业 所以中间可能还是有一些交集 那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科系的 发展的方向就是说 这些大企业的CSR的资源 它不完全是自己去找方式去花掉 而说它会去结合这些社会企业 像刚刚讲的那一些 然后试着在这个中间 不只是CSR好像做好事 而是说好像商务发展 这样子的事情 像我们有看到全家最近 不管是在做有机自然農法 这个普通园 或者先入房等等 这些社会企业 它进入全家 不是只是因为全家想做CSR 而是说全家觉得 这是商务发展的一个未来 是让大家能够更了解 这些社会企业的同事 又能够去做一些商务合作的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是CSR跟BD中间 要怎么样去对社会使命 去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事情 还有32个问题 大概都回答了 我们把两票的大概都回答一下好了 社会企业最终目的 是否会认为社会更好 但是一般现实环境 其实下面有个统整 或者是一个管理的概念 目前的认知度确实是不太够的 那我们除了这样办巡回演讲之外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 社会创新的四年的推动方案 那我们就会在 好像说 接下来5月5号 6号 我们会在台中的文创园区 去把之前常常每年 在台北当活动的社气流 跟每年在高雄当活动的其他儿 一起抓到台中来 然后他们会合办一个 一千多人的一个活动 那透过小旅行 透过摆摊位或者是演讲 以及30多个各国的讲者的方式 一次的去把台湾在社会企业方面的能量 翻成英文 然后也让整个亚洲的朋友们 能够参与台湾社气的这个发展 所以这种awareness的工作 我们是会一直做的 这个就是回应到这个社气工作坊的这件事情 那每一个企业它当然都可以 善用各种自动化的技术 包括AI跟 blockchain 那像区块链 目前就常常用在一个责性的工作上面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有的话讲得太多 但是有一个社会企业叫做杜鲁克 它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群众物资平台 你把钱捐到某些特定的地方去之后 它透过区块链去告诉你说 目前的账款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赞助的流向大概是什么等等 那这个是区块链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 如果找出跟分析痛点 这个可以开一整天的生命 但是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去跟有这些痛点的利益 涉害关系也实际相处 实际好像穿它的鞋子走下走了路 然后呢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 那个痛点当你是怯生之痛的时候 你就会马上找出这个痛点 然后才可以去做分析 那这边在讲说 这个会计透明的查询渠道 然后以及大小公司的分别 以及CPA的会计师资格认可 这个是公司法的大题目 那我想这一部分我只能说 请看那个公司的全盘修法委员会 的那一等央后建议书 以及商业司对他们的具体的回应 就真的没有办法在这个二三十秒之内 有一个痛感的一个回答 对循环经济商品实质 商品身份证的规划 确实是有我们刚刚的那个社会企业的 登录的部分 就不只是你一次登录 而是你登记之后 所有跟政府 不管是共同供应契约 或者是联合财购等等 这些相关的履历都会登记在这个平台上面 这是非常具体的建议 那我们目前也有在做 以法律的观点 我们现在就是让组织的形态里面 所有卡到社会企业的部分 都给你们都松绑 然后呢让社会企业 在它创行的过程里面 挑战到 既有法律的部分 透过像沙河这样子的机制 去调试 再解决 有人问说 目前发表的Paper 发在哪里 目前大概都是发在ACM这个系统 就是因为我也是学资讯科学的 那目前我们也有个叫做VT台湾的一个计划 是最近才在法国里昂 前天才得了一个奖 就是互动设计的就是年度大奖 那这些我们都会慢慢的 把Papercode在我们的网页上 那如果关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话 也可以follow我在Twitter上面 我都会把这些事情在Twitter上面 去跟大家分享 所以两票的都回答完了 那时间也到了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好 非常新的一种方式 互动的演讲方式 也非常丰富的内容 我们再给谭正伟掌声 那接下来我们中间没有休息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都非常宝贵 所以大家都多时间来 所以我们就接着马上开始我们的座谈 我们请这个何志伟议员 还有我们的陈思玉创办人 还有我们这个许佑仁创办人 跟我们黄正宗总经理 我们到台上来后 马上要开始我们的这个座谈 那现场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有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网站上面 真的没办法推出来 如果等一下你有问题 也可以马上这个 举手提问 所以我们同时现在就有时间 就交给我们的这个 引言人 何志伟 台北市议员 何志伟议员 人性化一点点 可以帮我留一杯红茶 给杨正伟好不好 再一次感谢 那我想我很简短的快速跟他帮帮 我想刚刚也提到资金的问题 怎么找到重点的问题 以及怎么解决问题 那我是台北市议员何志伟 那同时也是雅库的 真正节目的主持人 那但是我最长期的一份工作 是在导导联播网 那我在这边做了 总共八年的广播人 那袁佩 我的袁佩 不是我老婆 袁佩她也曾经是我的来宾之一 那我的老板赖金贤 他就跟我说 志伟 你本来就比较奇怪 你会冷消微 那你可以的话就 可以的话就在我们宝岛先生请坐 晚上的时段在郑宏仪大哥后面 每个礼拜访问一个NGO 那个阿伯每天都拿个凳子 到新北市很多地方去探了一些反射镜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会持续做下去 还有包含像我们曾经有访问过 很多所谓的寄养家宾 很多的器人 一个货车司机 他收入也不高 但是他愿意去收养这些可能是被家暴 或者家庭失能的婴儿们 那一个一个把这些孩子扶养长大 那微薄的薪水 但是已经从他怀里面 从他家里面所抱出来的孩子 曾经当过寄养家宾的孩子 已经超过三十几位 那就是因为让议员计计会 我对社会企业以及所谓的企业责任等等 我们产生强烈的动机 那现在我快速跟大家报告 民意代表真的不是什么东人 民意代表也不是什么东会 但是我会以我有限的经验 跟现场的每一位做一个很简单的报告 那我可以以自身的经验来讲 我小时候跟唐凤不一样 我是很爱乱动的 那我妈在做人家很清楚 那九九丢 功课当然不好啊 然后你每天在那九九丢 老师也想巴你这样子 Anyway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发现我很喜欢画画 那我妈小时候叫我去当个小画家 为什么 她因为我以前都画在墙壁上 她跟我说画家不能画在墙壁上 要画在画纸上 所以她跟我说你要做艺术家 那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开始正式画画 发现我懂得什么叫专心 什么叫做安静 什么叫做做了一个小时在那边热足不疲 那也因为这样的音乐机会 我开始画画 然后或许读书也好好读 我变成正常人了 虽然看起来像正常人 Anyway 那我长大之后 做了民意代表之后 我们遇到一个李矮的一个老先生 那他很希望他要推广艺术 他很希望每一个台湾人的家里面 让他能够收藏衣服他负担起的画 与似乎我们在三年前 当天下雪的霸王雪当天 我们成立的假日画市市场的市 那这个我也顺利除了市议员连任之外 我也连任了假日画市的市长 那在成立这个假日画市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没有出到什么钱 我们其实也没有很多的广告的预算去做 那社会企业该怎么办 或者是所谓的B型企业 或者所谓的NGO该怎么办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找你信任的名义代表 每一个名义代表 都会讲他自身的故事 你的名义代表 就会有他自己一些中心思想 跟核心的价值 那我刚好长期都在教育跟文化 那于似乎我们假日画市 过去的时间找了一些关心文化的 那当然也有邀请到柯市长来 那帮我们站台 我们有获得很强烈的媒体的露出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在台北市 或者是其他县市 他们的捷运都会有所谓的公益广告 还包含我们现在的电视台 也会有公益广告 其实大家要注意到现金 Cash 你手上的现金 不见得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社会企业更重要是公民参与 社会企业更重要的是 你要呈现的 你要放射出去的 你找到痛点 你要去渲染的 你要去呼应的 你要让大家知道的 你的价值 核心价值在哪里 那我们假日画市很清楚 我们让这个现在在大宏区 就是花博公园 我们很跟这些商家 那花博公园也给我们 拿起及时行乐 给我们免费的产地 甚至我还可以在那边 直接用他们的 向你们去百货公司 等等您好 现在是下午几点 希望大家今年怎样如何如何 我们的假日画是哪里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资源在你手上 但是就等着你去探索 那我认为其实 民意代表跟我某种程度 我严重的暴露狂 对那我也是 那台湾一定会想尽办法 把你的reputation 把你们在做的事情 努力的推广出去 那原配也是我的受害者之一 那所以我们上广播 那很庆幸的我们广播在 礼拜六礼拜天 其实听广播的人 其实数量会少一点点 但是我还是维持在同时段第一名 因为大家会养成有一个听众在 那这是一块 那第二块我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的假日画市现在面临到最大的问题 因为你所谓的社会企业 或者是所谓的低型企业 你服务的势必是所谓的上述 所以永续经营呢 等一下PPMG 就会跟我们讲解一下 到底如何活下去 那最后一块呢 还有我们的青商会的会长也在这里 台北也有青商会的安达 我们最近也成立了公共事务平台 那这个公共事务平台 我们不能叫自己要社会企业 我们只是民间的组织 人民团体 那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是邀请各式各样的民意代表来参与 那我觉得今天季老师在 我们的平台专家 你可以搜寻他的名字季言评 那欢迎大家尽量骚扰他 对 但是你如果有关于 刚刚有问到Wachem 刚刚有问到这些IT的东西 Adoptions 其实都可以问他 我觉得现在社会企业 或者是B型企业 资金是一个问题 但是它不是最大的问题 找到痛点 找到你解决的方法 以及把平台给成立起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说你要有Marketing的话 欢迎今天来都是我们的Victim 我们都欢迎大家尽量骚扰 那还有我们唐凤真的非常感谢 就是说他从来不会因为路途遥远等等的 他都很准时随时在这里 而且Email随时会回 那接下来呢 还有多少时间有帮我看吗 有吗 我接下来有几个case 想要跟大家做几个分享 像大家有听过酒楼 酒楼公寓 他现在就是多少时间 酒楼公寓 他就是希望大家像年轻人大学生 或者是硕士生 你们要租房子 那他可以把很多很多 我想大家都有看过 那在这个部分他有请我们这边 帮他们做一些PR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身边的民意代表 你可以干调查 你可以嫌他中嫌他西 但是他的确是你手中最强的力气之一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要找他们 然后多福接送也是我们要讲的一个案例 我想多福这边 如果说你们有很多的想法 从所谓的handicap 其实如果对于社会企业有兴趣的 可以实际去找像是酒楼公寓公寓 或者是多福接送 你会针对不同的领域 他们已经既有了一些资源 其实是可以共振跟共荡 以及资源的共享 那像多福我之前有跟他联系 而且我也曾经有访问过他 那就专门带着这些身心障碍者 带他们去环导 他们就专门带来这些 可能行动比较不方便的人 但他们做所谓的客制化的服务 那我想在台湾未来的时间里面 ID adoption blockchain等等 可能甚至因为资讯的天赋了经济 所以我们未来的很多服务的方式 也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时间 人还是最重要的一环 那我今天时间有限 身为一个音乐人 以及召集人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那请大家等一下QA的时候 有任何问题 你终可以随时开始 那我就不占用太多 大家太多的时间 看我是不是夏宇 那曾经是黄色小鸭 还有当时你在看到中正经验堂 还有市政府门口 突然出现一大堆的panda 就是他的idea 是不是 掌声鼓励 谢谢 各位大家午安一下 其实我每次就是被介绍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 黄色小鸭跟毛熊来介绍我们公司 但是好像就很容易被人家误导说 我们是一个在座商业的行销公司 那我公司基本上是 我基本上我们公司的定位 虽然是一个行销公司 但是我们公司的定位 其实是定位在社会行销的部分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帮客户去经营的部分 是帮他卖议题 也就是说在座社会沟通的部分 所以包括像跟企业合作的部门 主要都是CSR部门 那我们今年成立第十年了 其实满不容易 因为其实我今天大概讲 也是自己创业的一个过程 那这十年的过程 其实台湾社会改变很大 包括我觉得对CSR认识 包括现在我们大概在讲的 一些很多社会企业的一个学期跟发展 那我们自己合作的案子里面 其实跟这些单位 其实都是非常密集的在合作 那包括刚刚政委讲到的新展银行 他其实也是我们客户 那我们主要帮新展还是在沟通 主要在社会企业如何让大众理解的部分 就刚刚还有讲到 就是去年做了一个 联合报跟新展做了一个调查 结果我们新展就知道我们开会很久 他说他感觉自己投资这么多 感觉很多社会议题也蛮蓬勃 然后社会企业其实让很多年轻人的投入 那为什么一般大众对于社会企业认知度 其实相对低的 或者说对于产品的认知度相对低的 所以这其实我们主要面向 其实还是在市场沟通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一些企业里面觉得好的价值 跟市场跟大众去做一个沟通 那这个链接其实包括了是不只是观念的问题 其实还包括行动问题 就是消费力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展现行动 或是怎么样去用什么样的逻辑跟方式 是让大家是可以让这些企业实际受贵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帮庇物工厂做过行销上面推动 那因为秦政府常常在庇物工厂的议题里面 比如说一年半一支援邮会 或是一些展销会 基本上我个人是觉得是没什么用的 就是在那个当下 反正就是无论是在过年或春节或中秋节的时候 就觉得大家来来来月评或是去做一些短期的展销 但我觉得本质上的沟通 或是本质上的组织营运的问题 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台湾一百多家的低屋工厂 其实如果他们没有拿大部分政府 基本上都是亏损的 那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去在市场上对话 就是说市脉同情这件事 比如说大家常常就会觉得说 好像买譬如工厂的饼干啊 因为他们当然产品的线 呃产品类型也比较类似这样 那他怎么样在市场的竞争力 而不是只是我觉得 变成一个公益行动的去支付这件事情 就是好我就是好多好事把买一个 可是我在日常生活跟消费里面 其实不会去选择这样的商品 那我觉得他的确在预运一下就会遇到一个如何永续的问题 当然初心必利都很好的 可是他只要不能永续这件事情 其实对企业来说 对一个组织面向来说 他都是相对是困难的 那其实我今天不是要讲在台湾案 因为我们在台湾十年来 其实大部分都是跟这些TO 社会企业或是一些相关的大企业 其实在做一些合作 那我今天其实主要讲的是我们最近在中国农村 去投入的一个新的设计的模式的一个 经验的一个分享这样 好 那我自己过去啊 在创业的十年之前 全部从事的工作都是跟政治有关 那包括在电视台做真正节目制作人 然后包括在立法院当助理 那相对对公共政策议题比较熟悉跟了解 那所以其实也才投入选择 比较特别的我们公司的营销模式是比较从社会创新 或是在做社会议题沟通的方式 那其实这些经验对我去中国能帮助 其实相对当然对这些议题的理解 目前针对现在中国的整个经济崛起 其实他们开始慢慢是有这个意识的 那我觉得台湾社会相对其实是一个比较善良的社会 所谓善良的社会就是我们公益的信任度是相对高的 那在中国总共6500家的基金会 那其实基金会信任度跟脱费度是相对低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进入中国市场 然后我们去开发了一种新的不同的产业的状况 那我们我自己在中国的公司叫做小村文创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做乡村的 用社会企业思维的营育方式在乡村里面 去帮乡村找到一些脱费的一些方式这样 所以我常常在中国出差 我大概过去这三年吧 大概跑了中国至少二三十个城市这样 但是都是在城市周围 可能离城市三个半小时的小村落这样子 所以其实近几年很少去上海跟北京这种大城市 因为都在乡村里面跑 那这几年中国其实在发展美丽乡村的一个政策 那主要也是因为它在城市发展已经去饱和 那当然乡村跟城市之间的皮肤差距很大 所以他们希望这个整个大政策 都是希望乡村可以脱皮这样 所以整个中国在现在经济发展的投资比例来说 其实对乡村的投资相对非常大的 那另外一个关键字是田园综合体 那这个也是因为从美丽乡村计划开始之后 怎么样让游客可以导入这个乡村 那这乡村的模式 我觉得这个田园综合体 比较像台湾的社区种体营造的概念 那因为我自己是年来建筑规划的 所以在台湾我觉得台湾这几年来 整个乡村的发展其实都是 因为二十年前设计中营造的模式 其实让台湾的乡村其实非常独立自主 而走出自己很多不同的路 那无论是产业的提升也好 或是产品的设计包装 或是现在所有我们讲的体验旅游经济 我就相对的我自己也觉得不会输给日本 那我会觉得其实台湾在这二十几年来 乡村变化是非常大的 就像我现在非常喜欢在架列的时候 去这种各样的什么观光工厂 或是去什么采采三星村 我就觉得哇我觉得这些农民都太厉害了 对就设计这些体验的模式 或是其实去做一些不同的产业的升级 其实我觉得台湾相对的能力 尤其在农业上面能力上面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其实进中国农村 其实我自己常常会问自己 尤其我常常在不同的产村起来的时候 都会一直觉得说我为什么不在台东呢 为什么跑来重庆的小村子这样 那我也是觉得说我觉得在台湾 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经验 其实可以跟不同的市场做一些实践 我觉得也是一个应该是说对我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不同的挑战这样 那我们自己在小村文创在发展的关键字里面 其实主要的还是在讲村品牌这件事情 就是怎么把村当成一个品牌 然后其实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 就是在我们的企业主体里面 去创造一个 business model 这样子 那其实不只是包装产品 其实我在很多村遇到非常的领导 很多各式各样的人 大家都以为好像只要把他家豆服务 升级包装之后就可以卖了这样 其实都不是这些问题 其实包装是最尾端的问题 即使你今天好的包装不见得卖的好 以我在市场的感觉 现在我觉得台湾所有文创商品包装都很好看 可是核心概念不是包装也不是设计 不是美学就是美学它很重要 那所有东西它就是本质的一个核心 所以我们其实整个小村文 常常在村里面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比较像是在社区总体 照概念里面去做的一个整体的提升 所以其实做一个小结 就是我在台北的公司呢 我们在台湾的公司 其实比较是一个女方的公司 就是我们大部分是成为客户案子 然后前途客户去在市场营销上面去做一些不同的创意跟展现 可是我在大陆公司比较是假装的案子 那我们自己就是假装 那我们自己包括相对的一些在体验服务 包括在产品上面投资 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去做操作这样 好 那其实我觉得进乡村几个基本功嘛 就是我每次去中国 其实跟大家沟通的面向 大概就是几个次 几个大的面向这样 就是说其实在中国 其实我觉得进入农村的一个体验的模式 跟台湾当然相对非常不一样 因为其实中国整个环境都是一个大的问题 像我们常常去 比如说去河南的环淮平原 你就发现又那边很穷 我去了一个村 可能他们平均收入一年年加户收入吧 加户收入一年就是 譬如说850块的名利 一年的收入的 其实它就是这么穷的一个地方 所以当然因为我觉得 它其中的产品是比较没有价值的 可是大家会 譬如说环境破坏是非常严重 那个塞的垃圾 甚至有些人是在卖土 就是我很难想象 譬如说 其实家里田怎么被我挖了一个大洞 因为很穷 他也不想种东西 种东西也不好卖 所以他去卖土 对 然后就卖给 做建设公司 然后回填垃圾在他的田里面 所以会有很多很不一样的社会现象 那我觉得这东西其实就是要去 去沟通跟去改变 所以其实我们进村的第一个目的跟目标 就是我们会教育村民说 其实 一个好的一个环境 一个干净的环境 或是怎样去创造一个 维持以往生态环境的这个基本的态度 是很重要的 当你这个没有 其实你也别想要说觉得发展乡村任何的 无论是产业升级也好 或是观光旅游体验也好 其实都要相对的困难这样 那其实在中国大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大陆投资的企业 其实大家都是用一些大资本在投资的 那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台湾讨论 因为其实在台湾其实做相创的人 现在去中国人非常多 包括像 譬如说像培君啊 天后院子 其实我们也常常有在大陆去碰到 那其实在大陆投资思维跟我们不一样 因为大陆是立体先行的概念 所以他所有事情都是大资本投资 譬如说我在重庆一个 离重庆四个小时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村落 旁边呢 我的村的旁边也有另外一个村 他直接就是投了五个亿人民币 五个亿人民币 其实对台湾来说蛮大的 就是10亿的钱 以台湾资本来说是很大 那我就心心想说 你投资五个亿开个民宿啊 然后在那边弄个这个什么田园体验啊 然后做一些这些商创工作 在那边开咖啡店 到底怎么回收 这其实都是我一直的疑问 那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 比较浩大喜动思维 把城市投资的模式搬来消存 那为什么我们进中国去做一个新的模式 用社造的模式去做这样的一个business model 其实主要也都是因为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很多村子里面的灾难 那基本上就是大财团来的 看这个村子没怎么买下来 所以农民就被牵走 然后就给农民笔钱 然后他们就开始移进品名速进来 然后去创造体验 那基本上这样的收入是不可能回收的 就是如果你是算那个 我们整个在business 在bp里面去看这个财务的分析的时候 它就可能回收 所以相对的 他们其实开始在操作的一个是 就是在乡村的地产 只有靠地产才能回收 可是这也是我们在中国相当看到的一个 我觉得蛮灾难的事情 就整个农村其实现在又变成另外一个 炒作的一个过程跟一个投资的过程 所以我们也在想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用我们不一样的模式 在那边去经营一种不同的体验跟可能 那另外一部分其实我觉得是价值观的问题 我觉得在台湾 普遍性的价值观跟观念都是相对均等的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生态 对于地球 对于环境 对于人文 对于文化的认同 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都是相对成熟的 可是在中国不同的社会 尤其是它我觉得在各个市 就是公共其实真的蛮大的 所以它其实在观念上面的沟通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所以这个价值观 我们觉得怎么样去跟它去做沟通 譬如说我们进村 上次去一个成都 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乡村社造 改成一个村叫名字的村 它其实在西南来说 是一个在南城公的一个社区营造的案例 可是你进那个村 突然有人进去的话 觉得因为大家都在种茶 突然那些进去觉得空气超差的 因为所有人都在批萨萌药 其实他们对于有机或无毒的概念 其实相对的我觉得相对薄弱 那这个东西需要非常多时间的教育跟沟通 所以其实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色 或是用这样的一个火势机 其实我们在这个投资之前 其实做的教育工作是相对的 时间比例跟沟通的成本是相对高的 那当然我觉得最后其实关键还是面对市场一段 也就是说其实我自己在台湾 跟这么多社会企业都没有认识合作 然后也跟很多企业在CSA部门讨论 很多看到很多的现在 就热情很容易有 如果我有身边 身边非常多年轻朋友 想要投入社会企业的创跌 我觉得热情很容易有 可是呢我觉得商业模式延续 跟让自己活下来这件事情相对是困难的 如果大家投入这个创业的行业之后就可以理解了 其实每天需要的其实都是获利 那获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跟热情平起平坐 也就是说自己的商业模式的确认 跟在市场 无论是市场营销或是去做销售服务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台湾是会比较缺乏的 就是大家都带热情进入这个行业 那发现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 或是当然我觉得去上上报价 去分享一下演讲 其实是相对也是容易的 可是社会企业平均的寿命 或是说怎么样让这个 就是你自己的商业能延续 其实相对你想要解决问题才能被解决 如果你自己活不下来其实也都很痛苦 所以非常多想要做社会企业创业 年轻朋友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说你先想清楚 对 我说如果你有热情也可以去NGO 那如果有热情也可以自己做一个项目 代表自己要投入这个企业创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商业模式非常关键 因为这是非常磨人的 也就是说钱这件事包括大家讲资金 譬如说很多这种天使创业去投社会企业 其实资金给都不是太多的 对 那你自己如果是要运作一个小型 business model的话 当然短时间很容易 但是长期的围棋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考验这样 好 那我其实后面稍微给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讲村品牌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其实像我们小村文创 现在在中国大陆 其实讲的就是卖的就是村 一个村就是一个品牌 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大家知道 譬如说大陆有新天地 上海新天地大家知道 那他在武汉也有新天地 他在成都也有新天地 那我们希望可以用一个村的模式 新的一种庄园经济的模式 让每一个村子里面的人 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些更好的 无论是收入上面 因为环境上面平衡这样子 好 对 好 这是合掌村的例如想 大家都去过合掌村 也是最近蛮红的一个村落的 好 那这合掌村的村落 我想大家特别理解 好 然后其实他们是靠30年来的努力 就是也不是说一戏而成的 好 那因为时间剩下几分钟 三分钟 不是 好 那我在很后面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重庆操作的一个案子 那大家可以看 我们在重庆五龙的一个 普家族聚落 这里重庆大概四个小时的车程的时间 那我们在那边开了一家店 这是我们小村永创在那边 投资的第一家店 那开到一家店 这个店是在做什么 其实有点像是社区你知道的种类型 那我们协助村民去做非常多的 投入了那一年半的时间 那我们大概协助村民做了非常多的 从思维上面的改造这样子 那就是这个村 大概就是一眼望去就是村的大小 大概只有50户的村民 下面是一个石灰人野洞 然后他其实有发展观光的钱币这样子 好 这个村的一个样子这样子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其实在做这样的一个 商业模式运作 其实尤其我在这个村 也会非常容易被大陆人问到说 你赚什么钱 因为我们这边投入了一年半的时间 然后呢 教农民怎么样种有机 我们租了40亩的地 找了台湾农业专家 去帮他们去种新的不同的产品 因为本来这种土豆跟玉米 其实都不太能获利 所以我们找了农业专家 去帮他们重新在农业上面去做提升 然后我们也在台湾找了一些专家 去做民宿的提升 帮我们去上非常多的课程 那这个投资其实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获利模式下 其实它都不会是短暂的 因为其实非常多人找我们去做 什么商品的提升 去做包装 尤其在大陆 大家就觉得要短平快 就是时间很短 然后又很快 然后要有频率很频繁 这样去做操作生意的模式 其实都不是我觉得台湾人适合的 所以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投入 然后包括其实找了非常多的大学生 进入里面去做一些体验 那其实我们只有几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延怀老化 也就是说在我们进族的一年半里面 村子里面本来只有老人家的 但是回来了四个年轻人 愿意回来村子愿意做投入 再来我们帮我们去做农台品的升级 那这个农台品也升级 其实帮他们收入提升了 大概百分之二十到十五的收入 那另外一部分其实 就是在整个环境上面的改变 也就是说在思维上面的改变 其实农民相对可以接受 怎么样用一个村的合作式的模式 去变成一个村的庄庭的方式来去做经营 那我觉得这都是相对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们其实在多 这个过程里面的投入 其实主要还是希望用更好的精神 去跟大家去创造一些不同的可能 也就是说这个获利不是我公司的获利 而是大家一起获利 所以我们在后面我们在讲 我自己的Vis Model 其实大部分都是跟村民 跟村合作社一起的合作 所以我们包括所有案子的投资 或是做商品开发 其实都是共享的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帮他去做的 丰益的品牌这样子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限制 所以我都有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如果未来大家其实有比较务实 食物上面要在做设计 或是在做相关的营销上面的一些问题的话 可以之后再跟我请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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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很简短这一个会诊 你最近曾经说过 我帮客户卖的不是只有商品而已 我是卖他要所倡议的价值 可见着value是中一个重要 那接下来呢 PM2.5到处东市 它可以从你的皮肤进去 那也可以 当然呼吸很进去很正常啦 那接下来我们访问一个 不是访问的 我要进入广播模式了 不好意思 扣分好 我们要请原配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是这个我们这个 清大奈米工程 维系统背景的诱人博士 他在搜集的是大家最不想要的 像比方说是猪或者是鸡 或者是羊 他们的排泄物 他用虫 用一些酵素 用各式各样的工法 方法 然后不用用粉烧的方式 也不用拿去堆 鸡 埋 而是做一个有效的利用 让他产生的肥料呢 可以当成非常最滋润的 应该用滋润 对吗 对啦 用滋润的 那甚至他所淋上去的这些植物 作物完全不用用农药 那是不是也给他一个产生 那请大家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诱人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 在推展循环农业的共益公司 我们讲Benefit Corporation 那其实呢 刚才正委有提到 就是怎么样避锁性 社会企业里面第一个做避锁 这是我们 然后呢怎么样 透过Benefit Corporation 的一个优点 来解决我们的环保 跟解决这个有趣的农业的问题 今天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基本上呢 社会企业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其实跟一般的形状要面临的问题相同 全世界的环保问题都非常在地化 你绝对不可能直接引进 国外的任何一套的技术 马上就可以解决台湾的问题 不可能的来解 然后会跟大家解释 我们有做早期发电的设计 那为什么是我们来做 而不是国外的公司来做 因为台湾的租分量是全台湾 全世界最南租里面 派西也水用的非常的多 你要怎么做早期发电 要有一个在地化的方案来做 那基本上呢 我们在讲社会创新 然后我认为社会创新的定义 应该是以一个新的观念 带入新的技术 去驱动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追求永续发展的一个新的 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适切的技术 然后你必须要有不同的观点来做它 那基本上我们在TOKUS的东西 就是做的是所谓的 所谓的循环经济 那实际上呢 循环经济在台湾要做 其实是不是很困难 那我上个礼拜才跟着台北市 一起去荷兰去看 到底是怎么做循环经济 怎么样做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有很多的观念 其实呢 去看的一个结论就是呢 其实台湾在很多地方 并没有输荷兰 可是我们输荷兰是吗 答案就是这句话 我们要追求更多的合作生态权 并不是考虑自己的生产模式 要让循环经济逻辑在台湾 那事实上重要的是生态权这件事情 在循环经济 大家都有听过摇篮到摇篮模型 你今天生产的东西要给下一个人能用 而不是说是造成下一个人的困难 你才有机会可以做到循环经济 那荷兰呢 大家已经说了 在2025、2020的时候 要做到什么 吞提吞提的概念是说 我们荷兰在阿尔美 或是在Amsterdam 或是在阿尔美 全部要做到完全没有废弃物怎么办 就是你要做逆项材权 你要做你今天生产的东西 要是下一个人的祝福 可以继续利用 才有可能落实完全零废弃物 所以生态权概念非常的重要 所以为什么 圆片农坊的一个发展轨迹 要谈出共益的概念 因为就是我们不是只考虑到 自己能够赚钱就好 而是要考虑到下一个人 可以因为你的受到祝福 这是台湾要追求的共同价值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是在解决的问题 大概就是在农业的循环 跟食物的循环 这两个上面去想办法 可以不要有任何废弃物 然后让下一个人可以被利用 食物的循环其实很简单 就是不要生产难吃的东西 难吃的东西也就剩下了 它处理就很多 很多人问我们说处理怎么解决 那我们的答案就是 你必须要把你的食物的系统 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吃完 然后不要做过度浪费的一个食物生产消费的模式 那它当然就不会让你的厨余 送进入更化的一个烧耗 你厨余跟其他垃圾丢在一起 你要怎么样能够出来花费非常大的利息 我们跟新竹线环保局探讨 或者发现他们在强制破袋垃圾的时候 反正至少要把他们是10到20 竟然是处于垃圾送进去烧 但新竹线是一个垃圾服务党 没有焚化服务 他就想办法把垃圾处于破出来就没有了 自从因为他强制破袋 如果找到了被拔钱的时候 大家就不管处于丢进去 那他要委外给原县市烧垃圾的时候 费用的加强 所以这个是一个你要设计完食的概念 在食物上面我们其实有做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事实上就是农业的循环 各位你吃的食物后面带了十倍的代价 在农业的飞气物上面 农业的飞气物一年事实上只有两千多万吨 在台湾 涂上差不多不到10% 那我们事实上讲一开玩笑说 我们现在处理最大的处理猪粪粪量 那这个屏东万丹最有名的前置的上行为 就是屎粪飘飘河 就是到处的猪粪积分的往里面排 那所以事实上我们台北在吃一公斤的肉 后面产出的农业飞气物是 概价是我们从来没有在独食想过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落地到农村去做这个 那所以这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你要解决农业跟食物的废气物就是什么 就是堆肥肥料做好 那堆肥不是只有产出肥料 你要做加值化 事实上它现在可以拿农业 你就早期发电 那事实上我们团队非常的年轻 我们团队的年轻平均年龄30岁以下 我们团队最老的人 所以事实上我们团队 我的两个口方的都比我年纪轻太多了 所以事实上要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是不是现在团队75年前的那种做社会 其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看见的是整个ecosystem要怎样做 事实上我们回到这一张之后 摇篮到摇篮的模型 我们在看这一张的时候 事实上你会发现说 我们不是只有我生产跟我外丢 而是我怎样大家一起来处与飞气物 那我们公司就提供了这种技术性的服务 跟商品化要怎样 能够做到出环经济想追求我的东西 来做我们的一个business model的设计 这种核心的精神 事实上我们过去拿来讲还不错 我们有为台湾争光 因为DBS最新一期的设计假注金 有给台湾的团队其中也是我们 过去得了奖项还不错 事实上我们也做了群众募资 来亏母资金上面的需求 所以基本上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公益公司 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是受到社会太多的托付了 你不做社会企业说不过去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做社会企业要严谨的钱来 一个方式来用钱永续经营 然后很重要 原因是因为我们看作的一个发行很多没有效率 第二个是公司财务的集合 实在是比现在的NPO组织严格太多了 公司是KPF送出去 也是KPF房钱税钱 所以我们的财务非常透明 再来就是社会使命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入章程 我们也同意的要公开在社会平台上面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我们的章程 清楚地去练社会使命 为什么社会使命很重要呢 你要让人要认识你这间公司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他才能够知道说社会大都怎么样来帮忙公司的成长 Facebook创办人曾经说过大部分公司当成社会使命的部分都写得很烂 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人在谈说 你要让人知道说你的公司在解决什么问题是很重要的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Harvard Prison Business School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破坏性创新的大师 克里斯丁先生在讲你要成长你的品牌 跟知道你的商品为什么要购买的时候 你的公司的使命必须要被免定的非常清楚 而且必须要在这个使命的前提下 构筑你的公司文化去驱动创新这件事情 所以可见大家以前可能是公版的 随便买来的或是拿给你的这个章程就随便写 我们公司的章程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定调 而且拿起内容 所以实际上你的社会使命会影响在你的市场上面 为什么你是独特的 你如果你要让你的公司要对接破坏性创新 要对接用途理论 你的公司的章程的制定非常的重要 请不要忽略这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社会企业第一件事情要讲清楚 你到底要干嘛 你才能够驱动大家跟你在一起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公益报告书 公益报告书我们是很快就会出来 我们去年度做的事情就很快就揭露出来 因为这会让消费者更清楚知道说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社会公共越来越重要 你的公益报告书一定要做 那第一个就是有30%利润 最好的以持续投入公司的社会实力 是不分配给股东的 那这件事情其实呢 不是因为我们非常的了不起 不是也不是情高 原生公司的成长时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要成长的时候 钱配给了劳动 劳动不会再拿出来 所以你如果你截至你的移民分配 变得是合法可做的事情的时候 公司要成长不用等劳动再掏钱出来 有些很安逸于现框到这种公司够人 但是你要再长大的时候 不愿意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纠纷出来 所以实际上截至于有它基金性的意义在 不是说你要拿出来捐 是放在公司解决你的社会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正在都在做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过去身为一个社会企业 在技术的导入做很多事情 我们一一来跟大家讲做什么样的状案 当然我们第一个刚才讲的租份料的事情 还有当然我们有跟教员合作 然后我们跟大企业相跟他谋合作 在探讨我们怎么样把IoT的部分 可以导入我们的一个系统里面 那当然大工区牧场 这个是很有名的案子 原来是因为去年号称到台湾早气原来 我们的水最干净 到底处理成什么程度呢 不好意思的是我今天是因为 POPO的版本的关系没办法看 这是传统去色外面建的一个 早气发电的一个案例 那正常我们建了一个四米糕 然后应该说六米糕 四座民宅大小的一个亭 然后一天处理多少呢 我们一天处理了120寸的租分料进去 然后现在我们的秋云场 大概也有一个规模正在处理 这固形物的部分 那大家站在这么高的楼层高 民宅大小的手气发电池看出去 我们把发电丸的这一个沸水港 在艳养出来之后做一段耗养 那里面我们有非常多农民想要的光合卷 它可以产生天然的植物的生长技术 所以会增长 会帮助它开根 帮助它长的果实 那外面这个三个池子是调节池 处理车租分料适宜给这一个植物用的一个水体的时候 旁边这一区在干嘛 来种下一个这样的话 香蕉只吃着这个水体 然后有很棒的益生菌 里面竟然不会长蓝绿杂 因为它发酵出来的这个螺化 其实不利蓝绿杂的生长 所以这个香蕉里面一支小黑纹都没有化 然后香蕉带三个月都可以收成了 完全不需要用农药 所以大家在谈生物之材怎么来的 我们不只是请猪猪来吧 也还请猪猪来种香蕉 所以这个是很典型案例 这个猪场最棒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是一个零排放的猪场 别人要缴水木费 我还可以种香蕉赚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机械案例 怎么让猪猪的这个饲料吃完之后 东西又回到土地里面 然后回到我们的食物圈里面 这个生生不惜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典型案例 所以从这张图大概可以看到 我们大概从假设我们一百吨出来之后 停造了早气发电可以帮助我们发 目前我们的屋大概是一千三百度电 如果我们的这个早气 有了其他的研究支援机 然后我们预计 马斯马斯可以发到一千千七百度电了 事实上台湾 为什么不会用外面的早气发电设备 原型我们的台湾就要进了水泥草 那水泥草最棒的地方在哪里 它就变成破风节洞 在我们的养猪场上面 就又见了太阳冷 所以这个溃线拉进来 不止给早气发电 还把什么蓄设上面架回太阳冷 这个对于供电就有了想象 所以这个八镜头的租场 遥身一变成不止产的食物 一样的租还处理了废水 而且这废水是营养的 跟工业的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可以在庇抑住我们的这个 萌业的部份需要到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进去的水像是水泥浆一样 很脏的那个信号 出来水是透明的 那你看这个水处理的多好 我们的BOD之地 完全远超于法规所要求的严格 而且完全都是可以被利用的东西 那再来就是这个蚯蚓也很好玩 因为蚯蚓是可以帮模式饰料 我刚才没有提的是 我们的水体里面有非常多的眼虫 那眼虫威克林娜是很好的模式饰料 你知道为什么台湾能够养的鱼 就是那么一点点 原因是因为小鱼不吃你的饰料 在大自然界它吃了很多火热 饰料怎么养出来 养出飞水可以给你很多的眼虫 它的眼虫又可以去养水澡 跳长的澡又可以养一下羊水 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说 它的利用的价值不是仅仅只有肥料这么简单 而是说我们需要生态额料有了一个潜在强大的商机 是值得我们开发的 所以农业是台湾未来在循环积极追求的体系 在很有潜力的产业 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模式 但是它需要的是政府的支持 也需要跨幅会沟通 也需要的是填发资金可以跑入对的团队 去让它发展到 这个是未来的滤金 当然我们在社会社会企业 我们还关怀了所谓的教养院 羌羽教养院是我们第一个案例 羌羽教养院它有全世界最诚实的美国 因为这里面是新智障碍的成员 也不可能他拿任何荣耀 那他能做不是帮你拔拔炒 然后他认识辣椒帮你采辣椒 然后他认识萝卜帮我拔萝卜 就这么简单 我们就是尝试的让你这群人能够 因为教养院通常面临到很多位置 他没有能力可以处理自己的退期 所以他每天所产生出来 大概20到30公斤的菜渣打 是不是就微群也吃掉了 这些出来的堆本就吃过 这些堆本就拿去做菜 那我们可以做到一个社会的 一个庇护官怀的一个假设 所以他每一个商品 跟我们购买的商品 就会支持相应的一部分 这样子一个营收的需要帮助他们进展 那这个可以鼓励正向循环 让他能够逐渐的从教养院做核心 连带庇护到周边的能力 跟我们大家俩一起来做 所以他是有一个设造的基础的意义在 那当然另外一个有趣的案子 其实是我们去帮助 那个小萌自主平凡 这个案子很特别 新竹的杂粮采销班第一班 是新竹 是台湾少数西班牧 是夹击水平展大的稻田 可是它面临一个问题 这个良田区在30年前 在科技部还是什么东西 是国客会的时候就核定 它是工业用地 30年来都从事优良的农产 可是它竟然是什么工业域地 但因为科技部早就说 这个土地没有征受的必要 结果它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它是工业用地 可是它生产是台湾最干净的食物 这个女多厉害 我们透过滕德古斯送去德国 相当于毒室所实验 是验632项农药未检除 干净的不得了 可是它没有办法受有机忍住 有公平正义的问题 那当然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 这么漂亮的农地 衣衫放水用甲鸡水平 新竹县政府要盖房子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社会企业所在我们的无上 嘲笑我们是公婆公婆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们是职业受害者 就是农民的问题要排解 无论是租农遇到的环保问题 需要的执照片给我们服务到的侧 同样是我们今天在主动的产销 不要面临的问题是 我们怎样帮他的这么棒的农利 可以回到农特区里面生产 为台湾人民生产最干净的粮食 那所以呢 因为不能申请有机认证 那我就告诉我们的客人 他实在不行 那所以我们做成这件小农自主的结果 它的每一批粮食 只要能够做到足品检验 可以想要看它的产品力 要是多么的强劲 是可以让透断的加工食品 业者拿走之后再也毫无疑慮 很多农户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 它生产是两年前的报告 三年前的报告 或是拿Golden sample去验完 那要是一个无毒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为什么农民会弱的其中的因素 就是因为品管做的太差 所以我们结合图德姆斯 这样子的一个德国公司 他前身是杜芙莱莉莽 去帮农民主体检验 验完之后 带用金铁再帮助下一个农民再去验 就像带用咖啡一样的概念 但事实上农民的产品就提升 因为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光是在年结的 这一个农产品的采购金额 就已经是一个月的营收 就已经是去年的总和 还在成长当中 所以一个可信赖的责任生产的商品 就是做这么简单的事情 就可以提高产品力 我们不用谈农民都可以 农民就可以自力自足 这个是我们也在做的 一个小楼自足评管计划 那当然农产品要好吃 现在社创最夯的 就是我们史达鲁的厨房 每个长官都吃过我的法式米布丁 然后也有吃过很好吃的 这个雪梨鸡肠汤讲法 一个萝卜的业主人的使用 这个我们堂公正委 可以做成真的很好吃吗 好吃的不得了 所以这个法式米布丁 你已经赢太多了 所以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我们也是在提供一个讯息 你要帮助农民 不要说他这里缺水的时候 就要送汉座到座 因为难吃 难吃的东西生产 在不还是难吃还是卖不出去 我们应该针对在地 就要呼应前一个讲者讲者 农村的品牌 有什么好东西 应该要让墙的浮现 台湾要走精致农业路 要真正保佑农民 就是要包含农产的定位 去巴布我们最强的一个 也巴了农产的一个实力 然后我们怎样 再对接消费者 做好这个营造的接触 我想这个农业是很容易可以做到 然后可以照顾非常多的人 OK 那当然我们有很多年产数 包含是今天得奖很多 那我接着分享到这里 一个社会企业最重要的事情 不在于说你能讲多大多高超 而是我们如何去帮助人 解决第一线的问题 如果要永续发展 那如果要共好 还有共生 表示缺一不可 所以我们对于上游或是平行的 或是下游的依赖性 似乎就增强了 那如何走下去是一个关键 是否可以给我们的 好 郑重总经理一个转声 然后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 好 郑重总经理一个转声 谢谢 有很多社会企业这个领域 所以我今天题目大概谈到了 就是说 台湾永续发展的一点路 我们都知道 这一条 这一条路 意思就是天无绝人之路 但是为什么天无绝人之路 我本身跟我太太也是花莲人 所以前两天 花莲大地震 其实我们都知道台湾的生命力很强 所以我今天大概要跟各位 从风险的角度来看说 我们台湾如果要推动年轻人 看这个社会企业的发展 资本家 企业家 政府的官员 来看这个社会企业 如果去建构更好的一个生态系 大概从我今天要跟各位 很短的十几分钟时间来做一下这个说明 首先我大概先从整个全球的角度 因为今天台湾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其实在整个世界上 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明显世界的坐标 因为我们是从经济 个体经济跟总体经济的角度 世界前二十大最主要的经济体 世界前二十大贸易股 世界前二十大对外投资的国家 世界前二十大股市 然后我们是世界前二十大 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 世界一千大台湾18家国籍排名 世界第九位 世界两千大台湾有42家国籍排名 仍然世界第九位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 是有一个长期努力下来的坐标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看世界的风险 这世界经济论坛一月二十几号 对全世界发布的第十三本的 这个世界风险报告 各位可以看前十大里面 绿色就是跟环境资源有关系 前五大里面可以这么讲 大概百分之六十都是跟环境资源有关系 这是世界的风险 所以当我们台湾在世界扮演这个前二十大 最重要的经济体 不管是生产消费资金竞争海外投资 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今天不是我们把工厂产品做出来 钱就会来 还得要撒到世界各地 所以如果世界的风险就是台湾的风险 那我们从联合国2015年公布的 这个十七个永续发展目标 我如果用ESG 环境社会跟这个治理 然后基础建设永续的城市上面来看 覆潮之下文软 英文讲business cannot succeed in a society that fails 一样的道理 企业不可能在一个upside down 一个失败的一个倾倒的社会 瓦解的社会有成功经营的条件 所以未来十几年 应该这么讲21世纪 我们如果要寻找台湾的坐标 我们要看世纪 我们也看我们自己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出世界有这些风险 那台湾的风险是什么 过去我们讲说台湾奇迹 一只翘在顶路 翘台湾人一步一脚一 但是今天我把它倒过来 称为叫做风险台湾 叫做奇迹 过去我们讲台湾奇迹 现在变成是奇迹台湾 就是说哇捷克这真的太神奇了 这应该不可能发生了 为什么台湾会发生 我们首先来看 基本上我们今天住在一个大毒岛 我们每一个人都住在一个大毒岛上面 不仅是吸的毒 吃的毒 喝的毒 现在是连空吸的都毒 所以各位可能不晓得 在所有工业化的国家里面 我们台湾是比亚利是最高的国家 然后我们今天就讲说 从少年到青年到老年 所以我们说我们有愤怒的少年 我们有这个无力的青年 刚刚我们政委的那个问题里面 也有其中一位青年朋友 然后更重要是我们有养不起的老年 今天这个风险台湾大到这么大 六个字 然后后面四个字比较难听 前面两个字叫逮活 后面那四个字叫不得好 这六个字就描述了我们今天住在大毒岛的一个 很重要关键性的风险 那我们说谁来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government 主流的企业 社会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最大痛苦主持就是买一间房子 所以社会 那如果大家都 这个看起来都是我们大家的问题 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 那怎么办 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 英国有同样的问题 韩国有同样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social enterprise 被认为 如果这三个都不可能 why not we try another way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我今天要先谈的 刚刚前面有朋友在问政委说 痛点在哪里 所以社会企业基本上不应该只是热情 社会企业它也不是潮流 社会企业就在解决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那六个字 你要不要逮活 你要不要不得好事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们要来看 这个国家我们怎么处理这样一个问题 摩托车机车是烧油 就是一个移动污染源 开到哪 骑到哪 就排到哪 所以我们城市 这件事情如果不解决 我们绝对不可能改善 我们城市里面的空气瓶颈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张去年八月 七号 勾勾勒号召了五百台 在台北大桥 如果今天城市的污染要能够改善的话 我们必须思考哪一个政治人物 敢处理台湾的机车进台北市 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政治人物 那这个是痛点 每一个人会痛点 他一定会流失选票 但是台湾如果不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国家永远不会 台北市永远不会 被称为是一个文明城市 大家一骑上摩托车 你就知道走步就是这样 前往这个就是这样 可以转就转嘛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另外我们说今天台湾是世界出生率 最低的国家 你知道杀死大学生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 就是摩托车 一个礼拜会杀死大概平均3.5个大学生 好不容易伸出来都感点不到汗 结果一台摩托车 你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刚刚我们前面讲那个前20 台湾已经是世界前20 可是没有一个世界前20的国家 会有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如果给一个命题 说台湾的机车就是台湾青年 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的 一个很重要的扼杀 或者人物就称为他就是一个杀手 所以不是只有选票的问题 不是只有空气的问题 还有青年人力资源扼杀的问题 今天台湾我们要处理 那六个字很多是从根本一个循环 城归城土归土 这终究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再来今天你如果看电视新闻 基本上就是电视新闻 现在大概都几种新闻 每天大概反复就这三个 第一个就是毒品 随便领检就是毒品 随便领检就是强质 随便领检就是酒价 就这三件事情 包括也描述了我们的 歹活不得好使这个社会 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的卫福部已经连续公布 35年 36年 37年 我们的癌症死亡病例 是占国人死亡病例的排名第一个 也许大家不清楚 100个人有多少人是因为恶性肿瘤的死亡 接近三分之一 排名第二位各位可以看到 只剩下接近不到12 所以第一名跟第二名的死亡病例 能接近成长的 等于这个差距的幅度是这么大 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 你如果去查所有的新闻 都会说连续35年 36年 37年 癌症 恶性肿瘤的死亡病例 但是没有所有的新闻 那我给各位看这张图片 这个也是为夫妇公布的 是更惊悚 我认为是更惊悚 有人说为什么得癌症 哎 你的公布压力的关系 哎 你吃的关系 哎 你生活习惯的关系 但这张图片 除了15岁到24岁 青少年是因为意外死亡排名第一位之外 其他从0岁到100岁的 国人死亡病例里面排名第一位 都是二性肿瘤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们说居住在一个大毒岛 从吃的喝的用的到呼吸的 现在这个问题是很大 这个质量 离癌的这个时间越来越短 越来越快 然后死亡的时间一样 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最近我们有看到PM205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食品里面的添加物 那这些都是 那最近农委会有下了一个目标了 所以短期之内我们的农药要减半 它之所以减半50%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目标 那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问题 已经痛到不能够再痛了 那么所以我们说社会型体验 卖吃的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 当然有 卖吃的公司就是一家公司 它要在上远上 但是你卖吃的 你可以卖毒的东西给人家吃吗 理想状况当然是不可以 可是为什么最后 大家为了要追求获利要cost down 就开始添加 不能吃的也开始放进来 所以有些时候有一点掉回 本来一家企业的存在一定只有供需的问题 你本来就是要满足这个社会的需求 可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子经商获利 收取了这个你应该要赚取的利润之外 可是却被社会产生了另外一种不可一期 或者是甚至很庞大的这个伤害 所以社会企业它解决社会的目的 现在讲起来已经有点讽刺 那就代表过去这一百多年来的资本主义 发展到今天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商业模式 这样一个绩效的表现的模式是有问题 所以全世界现在都有一个新的发展的趋势 叫做重新定义value re-define value 就是我的获利我的价值到底指的是什么 过去我们只讲货币化的价值 我们把有形的用以物然后换钱 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一个解决 可是我们没有解决无形外部的成本 你排碳造成小林村四百多人死在这个土石流 因为包包风沾 瞬间很短暂的墙降也造成了这个土石崩塌 这个社会成本谁支付 排碳的大户有没有支付这个社会成本 没有 那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行业使用的塑胶 结果造成了海洋污染 造成了很多生态系的冲击 外部的成本有没有人支付 没有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手机都有iPad都有电脑 三年五年十年之后 这个电子设备跑到什么地方去 它变成我们空气中吸的PM2.5有毒的气体 电子公司有支付这个成本吗 没有 所以外部成本过去是没有被考虑进来 公司赚轻的可是留下了一堆负面的社会成本 是由大家来一起共同分摊 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这个价值是必须要被重新定义的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影响力 我比较不喜欢用影响力 因为influence这件事情是潜移默化 我要讲的是impact 我们今天讲的social enterprise 是讲的impact 因为今天PM2.5已经让我们活不下去 今天地震一秒钟就可以让一个人死亡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那个impact 我们要redefined value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 过去我们是说先赚了钱再来做社会责任 现在我们说有没有可能要解决社会问题 来赚钱就可以帮助大家达到那个价值 那六个字不要发生在你跟我的这个身上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我常常也跟包括诱人 我们也跟很多社会企业讲 来找我的我就告诉你 你可以把你的气球吹大一点 越大越好 那我就是那一根针 我开始来赐你的商业模式 我开始来赐你的value 再来赐你的social impact 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从这几个面向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K10 来给我们K1K 因为我们是KPMG 那你说女生喜欢喝那个Q10 那个皮肤的端端 变得很美白 那来我们KPMG给K10一下 那这个K10大概从十个面向里面来看 涵盖了哪些领域呢 现在很重要很多人说投资投资绿能 绿能的公司就一定是好公司吗 他只是做出来是帮我们创造绿能 但是如果公司的经营人没有诚信 他做的财报是假的 公司治理也是乱七八糟 这种绿能投资可以投资吗 社会企业有热情 他想要解决一个社会目的 可是如果经营的人不够诚信不足 公司管理也乱七八糟 这个公司可以支持吗 一家公司卖出来的就是 产品就是要quality 如果他卖给你的东西是难吃 可是他是社会企业 你敢吞下去 所以这里面我们必须要面临这种现实的问题 社会企业从行政院开始推 推动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可以把它称为叫做不能讲第一波 但是就是说有所谓生态系里面的 这些共同利害关系人进来 开始真正面临第一波大幅度的淘汰 就是适者生存 那这里面就开始说 不管你今天是哪一个公司 我们在贴片里面有四个项目 就是诚信治理 我们的公司的环保的问题 社会问题 公司的风险问题 公司的策略 还有公司的透明化的问题 都必须要做处理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 刚刚这个左脑的阿玉也有听到就是说 你这个商业模式 你必须要能够收得到钱 你必须要能够分享创造的价值 你必须要让那个社会的目的满足 是非常清楚在你这个商业模式里面 你提出的产品跟服务 最后你可以得到有利可图的价格 然后最后中间的这个K10里面有三个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social enterprise 社会冲击 为什么刚刚前面 我特别要跟各位报告这个风险 因为台湾这个大独岛 已经快要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 所以现在我们要的social enterprise 希望给他一杯水给他一个面包 他又可以活过来醒过来的机会 要看的是这种impact 不是要看这个influence 每天给你吃一点毒药 那个甄嬛在里面点那个香 色香让你不能生小孩 就每天吸吸 那个叫influence 我们要的是second就要存活的这个impact 那我们今天台湾在这样一个状况 刚刚我给各位看台湾的风险 哪一个不是双照双星 必须要政府 必须要民间企业 必须要整个社会有共同认知 所以刚刚前面有个青年朋友问到的问题 社会企业真的有可能做大吗 如果社会企业就是开一个咖啡厅 听很棒的音乐喝一个香醇的咖啡 非常有人性 那种叫做小确信 fine very good personal value 都ok 可是他不是我们社会想要的social impact 那么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是 我透过这四点跟各位做说明 就说 为什么我们要做社会企业 你惦记的是解决什么风险 因应的是哪一个歹活不得好死的 有impact的议题 然后再来我们必须要看 你如果卖吃的 吃的一定要好吃 喝的一定要好喝 这个是做生意 绝对不可避免非常神圣的目的 他几乎可以算是说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达到这样的 所以我很想要看到说 我们台湾的social enterprise 我的很重要的经营的理念就是quality 我的social enterprise就是quality 我的quality是满足大家需要的 可是我的背后的social impact 我的social purpose 基本上是几乎别人 没有办法取代的一种价值 再来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impact 最后呢就是复制跟规模化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 如果维持在小确信这个程度呢 还非常OK 可是他解决不了大问题 解决不了大问题 我们就没办法解决你我 大家都会面临的问题 更不要讲 刚刚回到我们说 台湾在那个20 世界200个国家里面 我们占了前10%的那个社会坐标 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世代 下两个 下接下所有的世代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坐标 所以我想最后的图一篇就是说 我们开了一个social enterprise 钱从哪里来东西从哪里去 所以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想得非常的清楚 社会企业仍然要符合传统主流企业的 E 环保 S 社会正义 G Governance 透明化 诚信 这只要你是一家公司 所有全世界迈向企业永续的 所有的要求对社会企业 一样也都不能够漏掉 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部分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商机 所以必须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 这是我今天跟各位的报告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的院团要进入Q&A的部分 那诱人是不是要去赶高点 对不对 可以到45分 那到45分 那就留下来 那欢迎大家举手可以拷打他们 想听今天的聊天啦 对 有没有 有没有 有 OK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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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议员还有台宾大家好 我先帮摩托车申述一下 摩托车死掉的可能是被酒驾撞死的 不见得是其他人的错 那当我正在摩托车没有要绿化 好 那我要问的问题是那个 刚刚KPNG您说的那个好的社会企业 不要想确信 应该对社会有的人冲击 这种我非常赞同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到 就是说 当我们推出一个对社会有帮助 正向的帮助 而且是冲击够大的帮助的时候 冲击意味着有人是被冲击 那这个盘盘的力道通常会把 推动这个社会企业的人给淹没掉 那当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 不曉得是在政府或者是民意机构 或者是社会上够强壮的企业 愿不愿意跳出来支持 这个带动这一项冲击的社会企业 它继续在往前冲 还是它会被其他被冲击的大企业给反扑 然后就消灭掉 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有没有 您觉得在一个这么多的大客户里面 会有哪些是非常支持这个力量的 谢谢 确实 首先我非常赞同社群应该 反承社会冲击 反承社会影响力确实是 比较小确信一点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是这分成两个方面来回答 一个方面是说 一个影响 它不一定总是会按照您说的 会造成大家的不利益 它造成大家的不利益 有一个前提是说 大家并没有准备好去接受这个冲击 如果按照刚才讲的 就是法规沙盒那样的一个概念 我常常举一个就是当时念 乌北进入台湾的这个例子 乌北在刚进入台湾的时候 它用的是租赁车 它用的是职业的驾驶 就是跑机场的那些人 从各种角度来看 它应该是没有违法的 但是呢 它经营了一年之后 它忽然改变了它的音乐模式 用没有职业驾招的朋友的车 然后也不是 就是私人的车 然后呢 也没有拿水 也没有拿滚等等 那但是它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没有问过任何人 那所以当然造成了 现有的就是租赁车的朋友们 也包含第一批 帮乌北开车的朋友们 非常大的一个犯态 那当时在社会上闹了 好像一年多百 那但是呢 我们最后解决的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靠的就是 多方的利益关系人 他公开的互相对话 然后在网路上面 把大家的这个意见 有共识的部分留下来 没有共识的部分 想让它一直凝聚到有共识 也用了一些就是 AI等等的一些演算法 来做这件事 那最后凝聚成大概七个公式 然后把它变成法律 然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物本目前是合法的在营运 也有就是用租赁车牌 也有拿水 也有拿管也有保险 那但是呢 中间这段小时期真的是太长了 就是说 而且呢 大家会有一个既定印象 就是吵得最凶的时候 是用头版在报道 我们最后解决的时候 是三版或四版 或晚报才有的东西 所以大家在脑里都有一直说 哎 怎么还没解决呢 已经解决了 的这个印象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推这个 创新沙盒的时候 我常常就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物本当时是因为 它并没有这种 试验期的这个观念 它也不知道来跟谁去说 哎 我有一个灰色地带 我想让大家慢慢适应 而是说它一下子就不是白的 那就是变成黑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然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冲击 所以我想在一个 比较短的时间 一个比较小的区域 先做沙盒的实验 然后大家弹出一个 共赢多赢的模式 我觉得这个是减小 这个负面的社会冲击的一个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用 所谓开放政府啊 协作会议啊 等等的方式 来试着减少这种冲击 对社会带来的不利益 这是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 成功不必再玩 就是说 像刚刚解决PM2.5问题 那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大家可能有听过 一个叫空气盒子 空气盒子就是 一个PM2.5的感测器 非常的便宜 那样的人都可以 在自己的阳台 或者是学校 或者是办公室就放 那放了之后呢 就可以下次就 比如全台湾这样接近2000个侧站 你就可以很快的看到 全台湾目前即时的空气品质 不用等环保署 布那个感测点到你家门口 你就可以知道你家的品质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社会创新 但是呢你说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 其实一开始发起来根本没有在想商业模式 他们只是在想说我想要知道 我附近的空气品质到底是怎么样 商业模式是后来等这个东西 集结这个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才慢慢开始想到的商业模式 所以有的时候社会创新它是像是一个想法 一个种子 发达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在你家旁边发达 但是如果你做一个想确信的东西 好像开个咖啡店好了 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你把开的这个过程 原原本本像像细细的 在网络上面去跟志同大伙的人分享 也许哪一天这个东西是在别的地方发达 就做成了社会冲击力 那这个时候不管是政府也好 或者是各方的利益关系也好 看到说在台湾的每一个地方 都仅有认同和理念的人 那就这个力量是佩然末之能遇 它不是你抓一个人去关 或者是说你罚一个人就可以 而是说大家都觉得事情要这样子做 所以我想就是自己家空气品质政策 其实这件事情 在亚洲的其他国家 事实上政府不打压就不错了 也有打压的例子 但是在台湾政府是完全是 就是包含是说怎么样 我们请工研院做一个更便宜的 政策效能更好的 让人家可以用 又或者说我们提供就是 超级电脑在国家运程 网络运程中心 所有的这些空气品质的东西 然后包含雨量天灾气象等等 所有这些东西都集中在一起 那让学者都可以把运算的东西 拿到我们这个地方 大家在相谈的事实基础上面 进行空气品质讨论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是 在这个社会所认同的创新上面 进一步的去做我们的公共治理 那我觉得政府的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看到就是说 这个创新就不是逼走自争 然后也不是觉得说 好像只有我独门的创新 而是在一开始就要整个社会 对这个创新的方式可以复制 可以演化可以对话 谢谢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 也非常现实 那么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可以说我们现在看这个再生能源 跟传统的化石能源来比 就以川普的政府来看 背后的对化石能源产业的反扑 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您刚刚前面提的 这个案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证 所以在这中间的这个折冲里头 其实社会企业要推动 对比如说对身体好的 对环境生态系好的 这些实用的产品 可是它也许应该价格是要比较合理的 那主流的通路市场 可能就会产生有这样的意味 以价格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反扑 所造成的一种排挤的效应 那这种状况的确是存在 而且我认为它后续的后座率 应该会发生在各个不同的产业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 就是像今天这样的场合 或者是由唐建伟 在做很多利害关系人的议和 那包括我们对很多主流的公司 开始做很多这个算是 无预警的这种渗透影响 那这种就是必须要透过潜移默化 从低层到中阶到高阶 甚至到董事长 那如何让他们在这个议题上面 愿意投入对这种社会创新 社会系业的支持投资 然后甚至愿意改变他们 既有现有的这种商业的模式 那我觉得看起来现在 有待多元性的同步的推进 那这个要靠很多有知之士 跟有心在不同的位置 能够发挥一点影响力的人 逐步的去推广 那后座力呢 我相信应该仍然会是大 所以可能应该要经历过 几个decade的这种 这种反扑跟转移 那只有一种状况 就是发生灾难的状况 越来频率越来越高 冲击越来越大 大家的愿意缩短那个转型的时间 才会可能可以成真 但是这里面有些时候 我们也不愿意 从这样的角度去疫情 那就表示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家人 或其他更多的人 会受到伤害才会在这个世界 会看到我们必须要做的改变 必须应该要往上再去行动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后面总结来讲就是说 大公司开始愿意朝向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已经有一些大公司的高层 甚至企业家愿意在这个议题上面 去投入一些交换的能量 但是现在还没办法抵挡 过去这一百多年 还既有的主流的商业模式 带来的这种利润上面 藏到的这个填导 所以可能还需要再做更多的努力 不好意思 我提供一个不一样观点 其实我在讲小确信 人皆有之 谁不想吃好吃的东西 喝一杯好喝的咖啡 所以其实小确信反应的事情是 人最直接会感受到的麻烦 我只是想知道我家里的门口的空气 也知怎样 只是想要照顾我家里的孩子 小确信吧 可是你会发现说 这个小确信竟然崩毁 有骗到超过两钱的策畅 所以小确信的解读 不是说它规模很小的小确信 小确信会崩毁一片 它反应的是 人民最切身直接的感受 它有大赏集 而是说小确信如何去察觉到 人民的基本需要 而后面脉络马上 就会看到一个大的结构的问题 所以我会认为商业模式 现在是倒过来的 应该是从人民的小确信里面去找 它到底在乎什么事情 所以就是为什么AI很重要的原因 大数据重要的关系 原因是因为这个会击杀整合 所以事实上 那个小东西才是怎么颠覆 商业模式最重要的一个起始点 所以事实上很多 像我为什么会提到破坏性创新 是因为克里斯丁森在讲的用途理论 就有人在告诉你 商业模式的改变症 已经不是从所谓大家过来看 而是人民本有的需要本来就会被看见 然后那些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挑战者 会从这个小确信的观点挑战到大架构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不是在谈大确信或小确信的问题 而是这些声音 是怎么样被汇聚被看到之后 它会颠覆到整个社会架构 我觉得那个是社会创新的原点 所以我们不太应该去谈说 你只是台一个咖啡厅叫做小确信 那背后的那个脉络的书 也事实上代表是一个架构性的改变 那我觉得人皆有职这件事情感同身受很多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说 在呼应小确信的人 在网路上面的声量为什么那么大 因为事实上那就是我们所看不到的痛苦 跟要服务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能要抵辑掉那种大架构思考 而是会来从最基层的 bottom out的团团去看 社会创新到底在哪里 那个代表的商机是传统 我们所看到通过什么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我们说全家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一个房东 你想想看 我们今天走进卖场去的时候 曾几何时我们要买的是全家的 不是 我们只是在看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找我所认识的品牌 是吧 所以实际上小确信告诉我们是这种暗示 所以我觉得未来要看的社会创新 可能要把那一个我们所觉得的问题 再细腻一点去看问题在哪里 从那小地方重新回来自己大的架构 应该要怎么做 对 那我觉得这个共同点 无关乎个人 或是无关乎企业 企业只是比较大的一群人 未来的社会是不思议为我 OK 没有在所谓逼端到逼端 因为铜锣问题 都会是逼端涨上的问题 所以呢 现在我看到的模式是 解决消费者第一线的痛点 大企业会不能够加入你 去改变这个形式 有很多的创新 已经是如此共同一片 所以我觉得也许提供这个观点 让大家思考进来 也许想确信 不是想确信 是大的创新 那我稍微呼应一下诱人 其实我觉得关键是这样 就是我们以 在第一线做行销的工作来看 我觉得消费者的力量是大的 也就是说其实 我从消费的力量来看社会企业 就是说 如果透过消费者的力量 跟意识 尤其现在大家对于 就说市民安全的意识很高 然后对于很多商品的选择 其实在社会上意识很高 所以才为什么这么多 大企业从CSR的角度里面去创造 自己的Frending的价值 因为现在所有东西 都不是靠商品本身的技术 或是关键 所以说实在 手机大家每个人手机 都感受的是一样 功能都是一样的 我用GTG手机 我用iPhone手机 其实功能都是一样 它里面价值会去创造 另外一个新的可能的 一个商业的一个机会 所以对企业来说 其实现在消费者的力量 其实相对的 其实影响到企业原本的整直的 盈利的模式 那过去的企业从获利到现在 它开心重视品牌 重视它商品的quality 重视跟消费者之间的沟通 跟信任跟投入社会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发展的模式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 其实去影响大企业 它也是一个我觉得 现在颇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说不一定是 一定大家都跳出来说 用怎么样的社会企业的方式 去解决一些问题 那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未来 其实很多我们自己在接触的客户 其实它都可以从这边 找到很多business 创新的一些机会 谢谢 谢谢 我们还有没有任何的提问呢 有吗 来 谢谢 谢谢 刚才王先生说 这个机车 让台湾每天有3.5的大学生死亡 我不知道有那么高的死亡率 我也在台湾读大学 可是我现在住在澳大利 我们的政府 为了要达到绿化的目的 在2022年全面电动化汽车 我们离任让这个汽车工厂关门 我们也要把那个汽车电动化 其实汽车的污染源头 都是在汽车制造业里面的手上 我们政府没有力量让它改变 哪个政党那么无能 是不是 我们下一个命令它就要改变了 要变成电动车不能再用汽油 汽油在美国能源总署已经做了 2046年全球的汽油可能就这样子用光了 所以美国开发那个油业盐成功了 可是没有用啊 这个还是软延啊 那如果我们有决心 去让这个空气的干净度提升的话 我们政府是不是 我们理念不值得 我们也要把它调好 可以吗 目前这个行政院这边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政府当然先从我们自己做起 所以从公车 从大众运输 公务车 全面电动化 这个应该是2030年就会去完成 那机车的部分是大家最 concern 的 所以机车会比汽车先 机车应该是2035年全面电动化 那汽车的话是2040 但是如果相关的技术它这个便宜的速度 就是因为大家大规模的使用 或电池技术再有一些 break through 的话 那早于2040年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想我们这方面跟大部分的 欧洲国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现在只是说这个 incentive 就是说如果2035年新秀 机车全面电动化 如何说服尽可能多的人 在2035年之前 就把自己的机车电动化 那这里面有很多 incentive design 就是你可以去设计说 昨天又是还在用二行程的话 那我们强迫 或者他在二行程机车淘汰之前 也许就是由市政府 跟中央一起付出绝大部分换车的钱 又或者是用在离的社区营造的方法 或当地的离账的方法等等 就是你大家凑一凑钱 就把旁边的二行程机车 或者是排烟量比较高 机车都先换掉 那这个以我的理解 就是说在压力特别大的 例如像台中市 他们都已经有自己的 program 在走了 那我们从全国的角度来看 现在有一个很明确的 2035年的事情 我们从来讲 这个部分我还是要先快速报告一下 这个在你的面前这个 过去有人称我叫反酒驾少熟肉 因为年纪有一点 所以跟人家鲜肉 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社会 需要一个突发事件 然后藉由这个突发事件 然后再产生一个突然的法令 我就以酒驾为例好了 其实我们这边唐凤这边 我们有开过好几次会议 过去是酒驾其他 我们倡议这件事情 那酒驾的重大死伤 在今年我们整理了一年的数据 全台湾其实逐步是在下降的 但是有重大事件 或者说像民意代表 或是媒体等等 我们可以催化加速整个事情的发生 可是来到说空气污染 来到说汽机车的使用 一方面就是人民的决心 那如果说今天一个政治人物出来 很说好 我明年全部都机车不准骑了 那一定又 我相信网路上面就有一千个 然后你在两秒钟回程再来看 又变成一万个 然后在两秒钟再回头过来看 又变成一千万个留言了 口水在台湾是会淹死人的 那这就是我们台湾的问题了 就是我觉得今天没有讨论到 就是有这可能会离题啦 就说任何的企业创新 其实还是要一个社会力去支撑它 那台湾有时候 那是我们最可贵 但是有时候也是比较 会让市庭走得比较缓慢的 打比方说威健好了 打比方说丁子步好了 打比方说现在的公共安全好了 打比方说空气污染 打比方说垃圾袋 其实今天我们从共好跟共生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都是一个共业的问题 那这个共业 我们现场在座的每一位 我很感谢你们愿意在这里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目标 并且强而有意的去解决它 那我们有没有共识 Consensus 那我在看Uber的Case 我在看 好啦 这边虽然直播没关系 当时为什么选择酒驾累半 其实我也是绕过一些民众 会去垂我的点 我是经过精密的PR的概念去设计 我要丢的议题 因为我就是要降低酒驾 那政治人物 我们要有道德勇气 可是道德勇气 到最后会把自己埋起来 因为还是会被Code and Peace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目前是没有一个解决方案 对这个要拜托了 我的心中的智者在这里 要怎么解决 要怎么解决 有离题的是已经彻底的离题了 但是既然被主持人Cue了 不能不回答吗 OK 我想这是一个问题吧 确实 就是刚刚讲到口水战这件事情 那有人先走了 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也是 这个厨余怎么发点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简单来讲 在台湾之前的这个民族化过程里面 大家学到说会吵的小孩就有唐气 所以在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各方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 都是旧团 那旧团之后 就好像音量比较大的那一边 可以分到比较多的资源 或者他们看到要解决的问题 就可以排到比较优先的这个情况 但是问题就是说 其实抗疫的这个市场也是会饱和的 当你大概到这个1000万个不同的人 都在这个大声给付的时候 到最后就是说那责心方案 其实是没有人在听 没有人静下来听 对那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设置了很多的空间 它是线上的空间 那我只举一个例子 就是它比方说 Join这个平台 Join.gov.tw 那是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单一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不但上面我们所有的法规的预告 以及所有政府的院管靠的 各个这个预算案等等 都放在上面 让大家能够去追踪 更重要的就是说 所以如果有5000个人连署任何事情的话 那政府的各部就必须要回应 可是呢 我们这个连署底下的讨论区 跟一般的讨论区非常的不一样 就是说呢 我们有正方观点 我们有反方观点 大家可以按赞 也可以按不赞 它唯一不能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能回应别人的留言 我们用的所有的系统 不管是slido 不管刚刚刚大家用过的police Join 这些V台湾的系统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你不能回复别人的留言 那这件事情就会造成是说 不是最吵的人会攫取大家最多的注意力 如果你用过facebook的话 就会知道说 最吵的人 时间最多的人 到最后一定赢 因为它就可以 一直让大家那个红色的1234 一直冒出来 然后到最后就是 你就不想跟它吵了 所以最后它就觉得说 那我独占了这个言论市场 可是呢 在我们设计的这种 不能够互相回复的空间里面 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真的只有最有道理的 大家最按赞的 你唯一看到一个你反对的论点 你要变形它的方法 就是在它的对面 去PO一个大家更支持的论点 你没有办法去浪费彼此的时间 那在这样 没有办法浪费彼此的时间的情况下 到最后就是 最有共识的意见会附上来 然后我们再邀这些人一起过来 用面对面讨论的方法 讨论出一些 大家也许随不满意 但是可以接受的方案 然后非常快 我就拿给院长看 然后就变成 那一个阶段的政策 然后剩下再去讨论 再去讨论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规模的 彼此聆听的这样一种技术 那这个技术 它是放在最基本的就是 大家共同事实的确认 然后以及我们尽可能 让它浪费彼此时间的动作 没有办法在这个空间发生 大概是这样的处理 我们还有任何处理 大家把握时间 还有自己 来 谢谢 还有多少 各位老师 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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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 而且都是教免費 那比方可能我自己有一個 像我想請問唐老師 也很開心認識各位老師 也很開心見他各位老師 像社會企業的理論這邊持續啊 比方像我們的中華民國台灣的歷史 可能就已經有好幾百年程中 從青島民族內就來了很多的 就是中中國人到台灣開始去開墾 跟一些原住民就結婚通婚 還有荷蘭人 就是我們等於是一個 很豐富的多元化社會 可能或許以後像美國這裡一樣 就是很多外籍人士 就比方說我想請問就是 像我們的國家政府在推這些 如何讓這個社會企業 可以如何再更壯大 或是說可以深入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體制 可以避免他對中華民國的侵入 這可能要請唐老師跟陳老師 今天陳老師在中華大陸內 跟他們做一個合作 跟他們做一個圖詞 可能就是幫助所有目前靠政府 靠下命令才能做的事情 所有這些事情民間現在覺得說 要靠政府做 那是因為政府怎麼做的這個過程 還不足夠透明 但是希望有一天是說 政府怎麼做這件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了 那就所有人都可以自己做 而不一定要等著 或者是依賴政府來做 這是我真正的信念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社會企業對我來講 是很珍貴的 就是說每一個社會企業的出現 都是本來只有政府能做的某件事情 現在民間的力量可以去做了 而這個跟代議民主制 就是我們這邊的制度 跟民主集中制 就是他們那邊的制度 都是說衝突的 這個跟民主制度本身 並沒有就是 進合的這樣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在這邊辦的 各種各樣的研討會 確實也有很多 各個地方 也包含中華人民 跟合國政府 以下下的工作的朋友 來這邊就是跟我們 進行意見的交換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 非常值得珍貴的事情 那我們隨著我們越能夠 把這種社會創新的模式 跟全世界的朋友分享 我覺得大家在這個國族之間 或者是在各種不同的國界之間 的競爭的意識就會越來越小 而共同解決人類相同問題 這個意識就會越來越大 這個沒有辦法一天兩天看到 但是不管是大家看 氣候變淺 或者是看能源危機 看所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大家慢慢慢慢都是用 一個整個地球的角度來看 而不是用一個地方的角度來看 確實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 即將因為水平面上升 而喪失他們住的地方的 這些各種不同的導播的這些朋友們 之間的共同的利益關係 絕對比他們的政府 個別之間的互相競爭要來得重要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都是用永續發展 來當作跟世界對話的目的之一 就是因為在這樣子的對話的過程裡面 中華民國政府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它就不是在傳統的這種 經貿競爭的議題上面 感覺好像有點零和的關係 而是說我們是在一起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是滿樂觀的 我想我們今天時間的關係 再次感謝我們與會的貴賓 那最後我做一個小結 我想在未來的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我想資訊科技的進步會顛覆經濟 那此時此刻我們會產生更多的科技問題 包含最近有一個很有趣喔 那個Sushi機器人賣得非常的好 那Sushi機器人做出來的Sushi 又比老師傅 老Sushi師傅做得更好吃 This is a problem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無人商店也出現了 那表示說未來政府的角色慢慢弱化 企業的角色不見得我想未來企業的角色 我想Google Facebook等等的這種平台 會去壟斷更多的事情 還有物品 資源 物資等等 所以社會企業的珍貴地方就在這裡 因為我們會發現未來問題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複雜 問題會越來越個人化 越來越群際化等等 所以我們要把握住這個非常重要的信念 我們還是要去找出核心價值 以及要找出解決的問題 那最後我們再下一個少結就是 剛剛為什麼會講錢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在未來的社會裡面 錢它不是唯一重要的資產 我們可以列為資產的東西會非常多元 那包含訊息 包含平台 包含關係等等 這些都是所謂 我們應該要即刻去掌握的resources 那但是它的背後最重點的核心是永續以及人 那今天非常感謝大家在這麼多的天氣體驗來到現場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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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